第481集 刺杀始末 有那么一瞬间,夜莺觉得整个黑白世界都颤抖了一下,脱离迷雾,眼前的景象全部恢复了颜色,神使得黑幕散去,快要跃出胸口的心,又退了回去。 倒在地上的男子不是罗兰,而是一位没有见过的侍卫,他穿着金银花家族的制式服装,胸口印有一团暗红,像是被枪击的创口。 嗯?你怎么来了? 熟悉的声音在身侧响起,夜莺偏过头,说话人正是罗兰,他被几名侍卫层层围在大厅一角, 以至于自己冲入房间时,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我…… 张开口,夜莺才发现自己的喉咙沙哑得厉害,手脚冰冷而麻木,如同劫后余生一般,身体软得厉害。 这个时候,他唯一想做的就是紧紧抱着罗兰,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此地还有其他贵族, 如果他想要独立承担起安全局,担负领地的监盾,就不能在众人面前和他太过亲密。 尽管脑袋里清楚告诉自己不能,可身体却不由自主地朝罗兰走了过去,张开迷雾,穿过侍卫,用力抱住了他。 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惊呼声,显然众人不太理解,为何一名女巫突然出现,半句话没说又再次消失。 在迷雾之中,他的双臂紧紧贴在王子背后,头埋进胸前,倾听着对方的心跳声。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一切不过是虚惊一场。 罗兰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向贵族们拍拍手。 大家先去餐室享用午餐吧,暂时不要离开城堡,下午会议继续进行。 等现场只剩下王子亲卫,裴罗,希尔维,闪电时,他才开口询问。 凶杀犯和这起刺杀有关? 叶英此时心绪逐渐平复,他有些不舍地退出散步,现出身形,装作从没靠近过王子的模样。 正是,当我查出罪犯背后的指使者,是金英花的侍卫时,立刻就赶了过来。 叶英将自己的发现和曼斯的招供内容讲述了一遍。 没想到对方的真正目的,是将我们隐开,从而找到下手的机会。 还好你安然无恙。 能谋划到这一步,把我到访的时机和女巫都考虑在内。 此人作为刺客真是浪费了。 殿下,我真的不知道他是…… 起来吧,这话你已经说过了,而且我也不喜欢强加罪行。 但你同样有错,城堡的佣人和外围戒备里出现纰漏,是你的失职。 我…… 我有罪。 将她的身份和莱莉查清楚,我现在就要知道结果。 是,殿下。 金英花长子离开后,叶英才将心底的担忧问出来。 当时的情况到底怎样? 有惊无险,多亏了西尔维的警告。 不过话说回来,她选择在会议大厅动手,就已经处于劣势了。 听完王子的讲述,叶英才明白了刺杀的经过。 但事实上,根本不像她所说的那般轻松。 尽管进入大厅不得携带武器,可敌人把一把短笔藏在了衣服内。 加上她确实是城堡侍卫,所以没人执行搜身,直接放她进入了大厅。 非要说刺杀者有什么失误,那便是携带了神伐之石。 外围巡逻的侍卫佩戴神石十分正常,但在大厅里就格外显眼。 为了不干扰希尔维的观测,所有与会贵族都按要求脱下了神石事物。 突然出现的黑色空洞,让希尔维第一时间注意到了她。 当她朝王子殿下走过来时,希尔维立刻发出了警告。 接下来的一幕,罗兰虽然说得很轻松,不过叶英仍然听出了一身冷汗。 大厅差不多二十米宽,从敌人听到警告,开始奔跑到接近长桌主座, 只有短短竖息时间。 殿下刚拔出转轮手枪挑开保险,匕首就已经刺到了她的身上。 命中部位是后腰,经历过暗杀训练的叶英自然知道, 比起下意识低防的胸口和头颅,腰间极难防御。 一旦受创,剧烈的疼痛可以立刻让目标失去反抗能力。 下一步恐怕就是割断脖子处的血管了。 幸运的是,罗兰殿下身上穿着索罗亚特制的防护服, 匕首没能刺穿涂层,亦无法阻止她的下一步动作。 枪支几乎是贴着刺杀者的身体开枪。 巨大的轰鸣声让现场乱作一团, 两发十二毫米口径的子弹竟直带走了敌人的性命。 叶英清楚这过程有多么惊险。 万一殿下慌乱之下没有打开保险, 万一手枪没能顺利激发,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她转过头,瞪眼扫过闪电, 小姑娘随即搭了下脑袋一副老实认错的模样。 这时,裴罗再次走进大厅。 殿下,已经查清楚了, 她叫齐奥,不是西境本地人, 曾是莱恩公爵的城堡卫兵。 莱恩公爵?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样的人担当侍卫呢? 她只是一名普通卫兵, 当时每个家族都损失了不少人手, 所以我把那些跟公爵关系不大的人选了出来, 这也是要塞力来的做法。 我觉得, 她不大可能是为了给公爵复仇而实施的这次刺杀。 她没有说谎。 一名大贵族倒台后, 除开那些被分封过领地和爵位的属下, 剩下的人在其他贵族眼里同样是可以瓜分的资源。 而对于被瓜分者来说, 不过相当于换了个主人。 由于金银花很早就投靠了卢兰殿下, 加上要塞一直交由裴罗代为管理, 所以这部分人并未经过审查。 像这样来历的人还有多少? 野强为封义和奔狼家的人你也用了? 城堡外围只有三四个, 另外三家的仆从, 领民和农奴都被归入了金银花和麋鹿两家, 我保证他们不会出现在药材内。 好吧, 那些人我就不管了, 但在城堡区, 哪怕是外围的守备人选, 都必须从你的家族中挑选, 明白了吗? 至于城堡内的侍卫, 我会亲自安排。 遵命, 殿下。 另外, 把习奥的居所封锁起来。 闪电, 通知麦西, 让他把斯佩尔伯爵带到长哥来。 第482集 真实与虚幻 跟着罗兰回到办公室。 我没能保护好你。 不, 你做得很好。 想想看, 这个叫喜奥的刺客, 为何要在会议大厅动手呢? 因为他了解我身边有女巫保护, 而且这位女巫极为强大, 不把她调走, 根本毫无机会可言。 布置得越多, 破绽也就越多, 所以, 他最后仅能用一把小匕首发动袭击。 可他差点就成功了。 没有当场杀死我就不能算是成功, 而你的存在限制了这种可能。 如果没有你, 他会怎么做? 耐心等待一个足以发起致命攻击的机会。 只要潜伏在城堡里, 这样的机会总会存在。 所以说, 你已经很好地保护了我。 事实上, 领地越安全, 我也就越安全。 这根本就不善意。 不过, 罗兰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让夜莺感到一股暖流从心中涌起, 原本坠坠不安的自责之情, 也消散了大半。 我明白了, 不过你这次, 不能再放过闪电和麦西。 他们怎么了? 我不再是, 他们两个应该在你身边提防那些潜在的敌人。 例如今天这种情况, 闪电只要带着你飞起来, 刺客完全没可能伤到你。 他只是比较活泼而已。 不行, 如果温迪和书卷在的话, 他们肯定也会认同我的想法。 如果不让他们真切地感到自己错了, 下次真出事了怎么办? 明白了, 那就罚他们待在屋子里不准出门, 直到做完三套数理化综合练习怎么样。 夜莺不禁吸了口凉气, 综合练习, 数学部分还好, 初等物理和化学, 简直比自然基本原理还要可怕, 光是看上一夜就能让人昏昏欲睡, 特别是那些古怪的公式和图解, 和传奇故事里的咒语没什么区别。 换作她的话, 恐怕就等于永远出不去了吧。 不过, 想到是她提出的意见, 此刻也不好收回, 便狠下心点了点头。 下午的会议继续进行, 夜莺守在罗兰身后直至日暮黄昏。 二级市政厅的大致框架和初代人选最终确定了下来, 裴罗赫尔蒙被任命为长歌区首席执行官, 除开总管市政厅外还兼任财务部长。 他的父亲赫尔蒙伯爵担任建设部长, 算得上是要塞贵族之中的最大赢家。 就连夜莺也暗自感叹, 殿下真没有将刺杀一事怪罪到金银花家族头上, 这在领主里已算得上极为公正且仁厚的表现了。 而其他部门负责人, 则由一些小贵族中的杰出者担任, 他们之前原本是男爵或爵士, 根本没资格参与到高层政务中来。 对于殿下的任免感到十分激动, 纷纷表示愿意为殿下效力终生。 此时听起来虽然都是真话, 但夜莺知道, 一旦局势发生转变, 提费科和教会压倒西境的话, 他们很可能会将自己的誓言抛至脑后。 三会前, 殿下再三强调了两个用人原则, 部门内可以使用家族人手, 但比例不得超过三成, 同时, 档案要寄往上级市政厅报备, 另一点便是无论是否启用家族人手, 薪水一律由市政厅罚放, 违反者以犯罪论处。 夜莺对这些内容毫无兴趣, 听得哈欠连连, 直到瞧见麦西搭载着斯佩尔伯爵飞入长歌城堡, 他才振奋起了精神。 晚宴过后, 一行人跟随麋鹿伯爵前往西奥的住所, 那是一座位于城堡区内的普通平房, 房间内清早得干干净净, 连一张纸都没留下, 显然对方早有准备, 在行动前就已经销毁了所有证据。 喜奥白天需要待在城堡区里, 所以只用重现晚上的内容就好。 阿夏, 我需要查看他从联系前巡轮队员曼斯起到今天所做的所有事情, 就在这间屋子里, 每个片段都要。 斯佩尔伯爵召唤出魔力通道, 将麦西和阿夏连接在一起。 暂时获得了充裕魔力的阿夏开始回溯每个夜晚的详情。 喜奥仿佛又活了过来, 他时而坐在壁炉旁沉思, 时而在纸上撰写着什么, 而这一切都被索罗亚记在眼中。 到第四天时, 他又像往常一样盘坐于壁炉扁, 只是这次手中多了一枚灰迹。 等等, 这个东西我似乎见到过。 佐罗亚, 把它画下来让我看看。 灰迹很快被魔力之笔绘制到纸上, 它大约拇指大小, 本体是一块打磨成钮扣形状的圆形宝石, 两面刻着标准的高塔长枪标志, 这是典型的王室回忌。 难道他是提费科的人? 罗兰皱眉不语, 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过了许久才畏畏摇头。 不, 这是温布顿三世的信物。 您是说, 您的父亲? 国王不是已经被大王子割聋? 小时候, 我曾经在温布顿三世的书桌上, 见过这种回忌, 还向他询问我这是什么。 他说每一颗宝石就代表一位忠于王室的勇士, 宝石越多, 温布顿一脉的王座也就越稳固。 这么看来, 喜耀应该是国王安插在兰恩公爵身边的暗棋, 替他监视整个西境的动向。 那他为何会对您动手? 大概是提费科找到了那份宝石名单, 将刺杀命令传达下来。 对于他们来说, 灰迹就意味着一切, 不管是什么命令, 都会贯彻执行。 原来如此。 夜莺望着由魔力幻象构成的刺杀者, 他凝视灰迹许久, 最终将宝石丢入壁炉中, 神色有些失望, 同时又流露出一丝轻松。 大概在喜耀眼里, 这道命令同样意味着解脱。 不过, 弄清楚原由的罗兰, 却没有显出轻松的神色, 而是一脸凝重的望着爆出一团团火星的壁炉, 很久都没有一开过视线。 深夜, 等到阿夏睡着后, 夜莺悄悄潜入了罗兰的房间。 自从被温帝责怪过一番后, 他就再也没有这么做过。 不过, 今天的刺杀, 让他心绪起伏不定, 而且, 没有了温帝和安娜的城堡, 也使他少了一些束缚。 望着沉睡中的罗兰温不顿, 他脱离迷雾, 悄悄走到床边, 俯身, 吻上他的额头。 对不起, 八十三级, 宝石矿。 罗兰从床上爬起来时, 天边已是大亮, 他披上外套, 走到窗边。 白萌萌的建筑, 已经露出了各自的底色, 红瓦灰墙混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富有生机的杂色。 尽管室内依然很冷, 但面向阳光的话, 又能感到些许温和的暖意。 大地化血了。 走进书房改造的办公室, 桌上正摆放着今天的早餐, 一个煎鸡蛋和两块烙饼, 外加一杯热开水, 合在小镇时一样, 显然是夜莺帮自己准备的。 谢谢。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能躺着你就不会坐着, 而且椅背都陷下去了, 不知道才有鬼呢。 不, 坐着我也很喜欢, 叶鹰一个闪身, 静直出现在书桌边, 翻身坐上桌檐。 比如这儿? 这套洞洞行云流水, 总是百看不业, 特别是顿入迷雾在瞬息拖出的过程, 简直像是跃迁一般。 你看起来心情挺不错, 做了好梦? 嗯, 是个不错的梦。 那就好。 今天你得跟着我行动了。 因为刺杀事件? 嗯, 如果真是宝石名单被提废壳启用了的话, 西境说不定还会有其他暗器存在, 而我们没法把每个人都审查一遍。 这些对于王室忠贞不二且有勇有谋的人, 不应该浪费在暗杀上。 他们本可以放到更有前途的位子上, 去发挥自己的能力。 想到这儿, 罗兰进一步坚定了尽快铲除提废科势力的决心。 如你所愿, 殿下, 今天的行程要去哪儿? 矿洞和严谨, 这也是我来此地的主要目的之一。 将裴罗和一杆相关人员召集到城堡后, 考察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城外开去。 虽然罗兰更在意是位于枫叶和野蔷薇两家的铁矿, 但宝石贸易好歹也是长歌区的支柱产业, 而且离要塞也最近, 因此考察的第一站就放在了这座赫赫有名的五色宝石矿上。 由于化学所致, 地面变得泥泞不堪, 马车无法通行, 疫情人只能骑马缓缓前进, 抵达绝境山脉边缘, 就花去了大半个上午的时间。 罗兰再次确信了, 想要赴先修路的真理, 一条通往矿区的硬质路面都没有, 一旦下雨就无法顺利运送矿石, 产量再高也没用。 矿迈位于一处天然的岩洞之中, 经过一小段狭窄的通道后, 内部豁然开了, 近百树松枝火把, 也只能将岩洞内的景象照个大概。 罗兰抬起头张望一番后, 询问道, 这个洞穴是天然形成的? 是的, 殿下, 传闻中连发现它也是一次偶然, 原本这儿是一块光滑的岩壁, 三百多年前, 大地发生过一次震动, 岩壁垮塌下来, 露出了现在的洞口, 一开始, 当地的猎户仅把此地当作避雨场所, 后来随着探索不断深入, 才发现了五色宝石的存在。 你倒是了解得很清楚。 这些故事在西境算得上是家喻户晓。 裴卢招招手, 让队伍中一名男子靠拢过来。 他叫丹佛柯连, 是这座矿洞的管理者, 具体的事宜, 您可以询问他。 你是莱恩公爵的人? 不, 尊敬的殿下, 可怜一族并不属于哪位领主。 被称为丹佛的男子, 躬身行了个礼。 他约莫三十来岁, 开口却像一个沉稳的老者。 我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所矿山周围, 发现他的猎户也是家族的祖先之一。 家族先后服务过三位公爵, 绘制的矿洞地图足有一人高。 没有人能像柯连一样, 对矿洞了如指掌。 看得出, 丹佛对此十分自豪, 即使面对的是徽宝王子, 也仍能侃侃而谈。 而且, 那股稳重的气质格外出众, 加上一套修身的黑制服, 简直像是电影里演出的那些 千年世家的老管家一般。 由于这伙人在出发前, 都通过了叶英的审核, 所以罗兰并不担心 他是一名潜伏者。 为什么现在矿洞里无人开采? 因为邪月刚结束不久, 殿下, 群山中的积雪融化后 会汇入山体中, 并向低处流塔。 矿洞里虽然设置了排水沟和汇水井, 但积水的速度比人搬运要快得多。 底部的矿坑暂时无法进入, 按照以往的惯例, 这里得等到夏季到来 才能正常开采。 枫叶和野强为领地的铁矿 也是这样吗? 我虽然没去过那里, 不过, 听说两家的铁矿地势较高, 矿道向上延伸, 比这儿要好上不少。 但想要恢复生产, 至少也得等到一个月之后。 看来你们需要多架上几台蒸汽机 来帮助抽水。 蒸汽机? 那是什么? 一种能让矿洞四季都不歇息的机器, 你以后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关于采矿仪式。 丹佛的神色似乎颇为不屑, 嘴唇动了动, 但嘴中没有反驳, 罗兰也没放在心上。 轨道矿车 与配套的蒸汽机抽水牵引系统, 在北坡矿山 已运用得十分熟练, 甚至还向荧光城的矿石大亨出售了一套。 这里迟早也会换上效率更高的蒸汽设备。 只是, 他对宝石并不感兴趣, 肯定会把开发重点优先放在铁矿上。 既然如此, 就去下一个考察地点吧。 等等, 殿下, 这是可怜家的一点心意。 丹佛大概没想到王子立刻就准备离开, 连忙上前两步, 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木盒, 递到他跟前。 哦, 罗兰饶有兴致地接过木盒, 打开盖子, 只见两颗晶莹璨的宝石躺在盒中。 火把的光芒, 令他折射出红绿胶叠的光彩, 炫目地让人有些眼花。 这, 就是五彩石? 正是, 殿下, 他们是从质地最纯粹的宝石中选出来的精品, 也是家族百年前的珍藏品, 可怜一家很荣幸能为西境的新主人效劳。 罗兰完全没有把对方的后半句话听进去, 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宝石身上。 这个光芒实在太过熟悉, 就算对矿物一无所知的他, 也听说过这类石头的大名。 比起五彩石, 这种颇具观赏性的名字, 在后世, 他还有另一个更为通俗的名称, 应水铝石? 第484集 新资源 当硬水铝石达到宝石级时, 会因极高的火彩折射出绚丽的光芒, 同时拥有很强的多色性。 与其他变色宝石, 从一个单色变到另一个单色不同的是, 它能够同时折射出多种颜色, 最显著的就是红绿交杂, 也难怪会为当地人冠以五彩之名。 之前, 听巴罗夫介绍时还未想起, 亲眼见到他的瞬间, 罗兰立刻就联想到了这种石头。 另外, 当硬水铝石湿水后, 就会转变成钢玉。 这钢玉的宝石级, 则是大名鼎鼎的红宝石和蓝宝石。 比起前者, 后者名上更为显赫, 不过令他兴奋的并非是宝石本身。 从矿洞里挖出来的残渣呢? 您是说开辟矿道石挖出来的碎石吗? 没错, 不只是石头, 泥巴也算。 你们是怎么处置这些废料的? 运出来后都堆卸在山脚下了。 殿下, 请放心, 这些矿石我们都仔细筛选过, 要么是质地太差, 要么是在开采的过程中碎裂了, 无法再打磨成宝石。 对于甄别环节, 都是由家族中经验最为丰富的老手负责, 不可能出现遗漏。 你错了, 那些东西很可能才是真正的珍宝。 什么? 丹佛顿时愣住, 而其他人的神情看上去 也颇为诧异, 像是怎么也不会把泥巴和珍宝联系在一起, 可他偏偏不好解释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时代, 连炼钢都够呛, 更别说提炼单质铝了。 硬水铝石的主要成分就是氧化铝, 同时作为铝土矿的半生产物, 发现了它, 很大几率意味着此地铝元素负极, 泥土和岩石都可以作为炼铝原料来使用。 作为大地中含量作为丰富的金属元素, 铝的储量比铁还要高, 几乎无所不在。 换句话说, 随便从地里挖出一块石头, 露西亚也能分解出微量的铝来, 只不过用于工业提炼很不划算罢了, 因此只有铝元素负极的地方才有开采的价值, 譬如眼前的洞穴。 罗兰把裴罗单独叫到了一边。 可怜家族这两百年来是怎样管理宝石矿的? 我的意思是, 历界领主要如何付给他们报酬? 我从奥斯蒙兰遗留下来的账册上查到过, 给付报酬的方式非常简单, 那就是可怜家族每年都可以从采集到的宝石中, 选取一方盒的刺激宝石作为酬金。 和乘凉麦子的方式基本一样, 方盒差不多一掌长宽, 深度为半掌, 只要能盖上盖子, 放进多少颗都行。 当然, 品质最为稀罕的宝石, 必须上缴给领主。 也就是说, 他刚才送我的那两颗家族藏品并不是最好的。 但就这点来说, 确实是最好的。 在这一点上, 他可不敢骗您, 但您也知道, 宝石总是越大越昂贵。 你也收过他的馈赠对吧? 是的, 殿下, 我回去以后就将宝石交给您。 留着吧, 我不在乎这个。 我只是好奇, 谁来保证这笔酬金真实无误。 万一家族在开采过程中, 偷偷拿取更多该怎么办? 这种事, 除了把府邸掀个底朝天, 不然根本查不出来吧。 每一批矿石运输洞口和筛选, 都会有人监督。 而且可怜家族即使偷拿, 也不会做得太明显。 这是一个相互制衡的关系, 他们害怕被领主发现而遭到严惩, 而领主也找不到如此多对矿洞了如指掌的人手。 再说, 就算换上自己的人, 谁又能保证不会偷拿呢? 原来如此。 那就按照这个规矩, 继续做下去吧。 不过, 除了五彩石之外, 那些挖出来的碎石和泥巴我也要。 回去之后, 我会制定一个初步采集方案给你, 先按照上面的要求实行。 殿下, 这些泥巴真的比保识还珍贵。 得看在谁的手里。 铝是什么? 它的用途举不胜数, 光是密度小和耐腐蚀的特点, 就撑起了工业生产的半边天空, 更是航空科技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 诚然, 练铝是个麻烦活儿, 电解设备需要耗费的电量 对吴东城来说也是个天文数字, 但有了路西亚, 总能积攒出一批来。 届时, 一些在这个时代不亚于神迹的武器装备 也有了盼头, 例如大型飞艇。 罗兰本打算把开发重点 放在两座铁矿上, 看来现在计划要稍作调整了。 考察完剩下的两处矿产和一座岩井后, 回到城堡,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吃过晚餐, 罗兰迫不及待地抽出纸笔, 开始规划新资源的利用计划。 首先是蒸汽机, 无论是矿区排水, 拖运, 还是严谨的卤水抽取, 蒸汽机都能起到效率翻倍的效果。 枫叶和野蔷薇家族如今已经覆灭, 他打算从北坡矿山抽掉一匹鼠手, 再在长歌区招募大量故宫, 让两座新铁矿先运作起来, 矿石可以拖运回边陲区进行冶炼, 而宝石矿则需要等到 露西亚赶赴长歌, 检测一番各个坑道中铝元素含量, 才能安排接下来的开采方向。 另一个重点是严谨, 和罗兰预想的情况接近, 除开利用蒸汽机抽水加大产量外, 想要得到雪白的精研, 余下所欠缺的工作便是处杂。 考虑到地质成分复杂, 他决定每个井中抽一管卤水 带回边陲区, 交给首席炼金师凯末斯锤尔 去研究具体的处杂步骤, 摸清工序后就地架设工厂, 大规模生产食盐。 当然, 盐业和粮食一样, 也应该由市政厅转营, 迷路和金银花家的盐景 可以获得吴东城提供的技术支持, 但所产精盐, 必须以规定的市价出售给市政厅, 不得私自向外地销售获取利益。 若能以低廉的价格获取大量精盐, 无疑能为吴东城开辟出一条新的商路, 罗兰希望这一切能在提废科政权垮台后步入正轨。 第四百八十五集 海线之上 翘美人号缓缓靠近码头, 提力走出船舱, 只见码头边已经站满了迎接的女巫, 莫莉尔借助摩莉蒲丛的帮助, 第一个扑了上来。 提力大人, 您终于回来了。 啊, 好巧花。 就是, 鬼机呢, 快打开让我们也过去。 别闹了, 我的能力不是给你们用来塑造提力大人的。 人群中, 顿时爆发出一阵欢笑声, 望着大家脸上洋溢出的由衷笑颜, 提力感到, 这几天来心里的抑郁也消散了不少, 不管如何, 这里才是她的家园, 一个由女巫组建的国度。 走上码头, 卡蜜拉戴瑞迎了上来。 您去得还真久, 我都担心您不会回来了。 怎么会? 我只是没料到, 这次闲魔之月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 子央, 沉睡倒还好吧? 当然, 既然您把它交给了我, 我自然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总的来说, 一切情况都有所好转。 开设沉睡魔咒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 详细内容我稍后会向您汇报, 不过现在, 还是把您交给全体女巫吧, 不然, 我可要被他们生吞了。 作为出身王都的大贵族, 卡蜜拉对于管理事务十分拿手, 也是提力召集女巫行动中的主要执行者。 正因为有了她, 提力才敢长时间离开峡湾, 前往王国西境一探究竟。 提力无奈地摇了摇头, 越过沉睡岛大管家, 刚向众人举起手, 便被一拥而上的女巫们层层包围了起来。 殿下, 您见到哥哥了吗? 他对您怎么样啊? 听说小镇里也有女巫组织, 他们会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吗? 那座荒僻小镇的人名, 真的不缺吃穿, 还都住在新房子里。 您回来了就好, 大家都很想念您。 提力一一回应众人的提问和关切之情, 直到沙威带着一堆书籍飞上码头, 大家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这批无价之宝上。 诶, 这个是什么呀? 古代遗物中的文献? 怎么看也不像啦, 书页都是新的, 大概是传奇故事吧。 或者是剧院画本? 说真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戏剧表演了。 那我不认识字怎么办呀? 提力拍拍手, 让所有人暂时安静下来。 这是罗兰温布顿殿下送给你们的礼物, 包括读写手册, 基础数学和自然原理, 简单来说, 它们是知识。 知识? 知识? 大多数女巫都一脸迷茫, 只有包括卡米拉在内的几名贵族女巫神情惊讶。 您难道想要传授大家学识? 这也是提升我们自身能力的唯一接近。 罗兰曾提到过, 普及教育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情, 它需要投入大把的时间和金钱。 当人们放下手中的活迹摊开书本学习如何读写时, 便意味着领地里暂时失去了一部分劳动力。 另外, 鼓励他们积极学习, 同样需要金钱的支持。 加上老师的薪酬和校舍建造, 合在一起并非一个小数字。 最关键的是, 它不像做买卖, 不会立刻显现出效果, 需要执政者长此以往地实施下去。 但它带来的改变令人印象深刻。 对普通人是如此, 对女巫效果更甚。 这一点, 提力已经在边陲镇见识到了。 没有前往西境之前, 它从未想过, 一群普通平民身上, 也能焕发出如此活力和生机。 回到行宫后, 就在它准备按照书卷的做法, 着手安排教育普及计划时, 灰烬敲了敲门。 雷霆想要见你。 好久不见, 提力殿下, 如何, 这趟西境之行解决您心中的困扰了吗? 说实话, 我没有寻到答案, 它对我始终有所保留, 只是现在的局势下, 这些事情反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对了, 你知道魔鬼吗? 从地狱里出现的怪物, 在史诗和传奇故事里经常听到, 英勇的骑士挺身而出, 用沾上龙血的长矛, 才能杀死这些凶残而恐怖的敌人。 这一次, 他们不再是书上的敌人了。 什么意思? 我不清楚那些巨龙是否存在, 但魔鬼, 他们是真的。 提力将女巫联合会, 和神异之战的事情, 简明恶药地讲述了一遍。 四大王国所在的位置, 不过是过去的蛮荒地, 再数上一次, 人类就无路可退了。 居然有这样的事, 遍布各地的遗迹, 全是来自于女巫的手笔, 而边陲镇, 竟找到了一位四百多年前的远古女巫, 这,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此次出行的收获, 简直比我过去一生中发现的秘密还更多。 你不害怕? 害怕? 当然会有, 不过比起我心中熊熊燃烧的探索之欲, 吹点害怕, 根本不算什么。 贱鬼, 我真想亲自去汇宝一趟, 见见那位活着的遗迹了。 武王女颇有些哭笑不得, 前往西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见艾格莎, 而不是自己的女儿, 她也不知道是该为闪电开心, 还是难过好。 如果没有这次出海的经历, 辖湾最伟大的探险加明号, 恐怕就只能让给你了。 不过, 我也发现了十分了不得的东西。 请说。 我再次前往了海线以东。 海线? 那是什么? 啊, 忘了, 我上次回来时, 您还在边陲镇。 那是一道海水构成的悬崖, 将海面分成了两个平面, 但是船只却能在上面自由船行, 就像是爬墙的蜘蛛一样。 什么? 这不可能? 我第一次见到时反应和您一样, 不过海线确实存在。 更不可思议的是, 我驾驶永气号翻上海线, 并侥幸目睹了一次涨潮的全过程。 不是亲眼所见, 绝对想象不到当时的场面有多么壮观。 海水流速逐渐变快, 最后像跌落悬崖般冲向低点, 如果不是莫里尔的蒲从护住了船只, 恐怕永气号当场就会被拦腰折断。 我转动舵轮, 让船手笔直地朝向海水涌来的方向, 加上当时正好刮起大风, 两者竟维持在了一种极为巧妙的平衡之下。 永气号无法再前进一步了, 但也不会被水流冲下悬崖。 当然, 水线并不是真正的悬崖, 我们都看过瀑布是什么模样, 直落的水帘, 飞溅的水花, 以及水流冲击的轰鸣声。 可在那里, 除了能看到加速流淌的海水, 什么都没有。 我清楚啊, 就算永气号会被推落水线, 也不过是如同爬上来的过程一样, 返回到地势较低的那一侧。 然后呢? 然后漩涡海被填满了, 只有站在海线之上才能清晰地看到这一切。 三神在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一刻的真情。 海线的高差由数十丈变为了数丈, 下面的海面升了起来, 这就是潮汐的真相。 第486集 深海之下 海线上的水流入海线下, 导致下层水面升高, 这怎么可能? 那退潮呢? 海水会倒着流回去吗? 嗯, 问得好, 之后我的船队在海线附近停留了半个月, 直到潮退。 在此期间, 我还用各种方法穿越海线, 最神奇的是在海线上航行, 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 外人看来, 我们仿佛是站在悬崖峭壁之上, 风帆完全平行于海面, 随时都有可能掉下了一半, 但船上的我们完全感受不到这一点, 涌七号就像行驶在一条树丈宽的狭窄河道上, 一侧是无边无际的海水之墙, 另一侧则是宽广的天空, 当然, 必须得等水流减缓之后才能这么做, 不然魔力蒲丛也护不住船体。 这, 这根本不合常理。 体力感到脑海里一片混乱, 如果蒋树人不是雷霆, 而是其他探险家, 恐怕他早就认为对方是在胡乱吹嘘了。 我也这么认为, 但比起常理, 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半个月后, 潮水开始消退, 很准时, 就跟幽影群岛的掌络时机一致, 海水也没有倒流, 它就这么缓缓地退下去了, 海鲜再次从树丈高变回了树十丈, 你是说, 多出来的海水, 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或许, 不过也有可能流到其他地方去了。 能流到哪里呢? 幽影群岛的潮汐大起大落, 峡湾珠岛的, 则平缓许多。 到了四大王国岸边, 几乎没有明显变化, 这不是凭空消失是什么? 雷霆指了只脚下。 我记得你说过, 幽影海域的水面, 跌落速度之快, 就如同海底有个巨大的孔洞, 在吞噬海水一般。 不过这个孔洞就算再大, 前个几年, 总该满了吧。 这只是我的猜测, 毕竟谁也没有见过, 真正的海底是什么模样, 但, 有一件事我很在意。 什么? 那就是我们身处的这片海洋, 为何要被称作玄污海? 不可能, 这想法太疯狂了。 如果海底洞穴排水能造成漩涡, 我们怎么可能观察不到呢? 而且这个名字, 几百年前就有了, 谁知道当时的启明者抱的什么心思。 的确, 我做过简单的实验, 水必须在足够浅的时候, 才能看到漩涡, 而我们又没有深入海底的能力。 但, 我们没有, 不代表女巫办不到。 我之前还未想到这一点, 不过当您告诉我, 四百多年前, 还有一个遍及大陆的女巫帝国时, 我才意识到, 这个名字很有可能, 是从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 可我就是女巫, 而且沉睡岛上, 也没有那个女巫的能力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倒是知道一位。 什么? 这名女巫就在辖湾, 只是很久未曾接触过人类了, 她曾是我探险队里一名得力副手的好友, 自从觉醒为女巫后, 就永久地告别了陆地, 如今只有在航道起雾时, 才能听到她悠扬的歌声。 您应该也听说过她的故事。 引导航路的美人鱼, 难道你说的, 就是这个传闻里的主角? 没错, 虽然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她的帮助, 不过总得试试, 或许, 这事还需要我的老朋友, 玛格丽帮我一把。 原来如此,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 霞湾海商里似乎有人想打美人鱼的主意, 一个月前, 沉睡魔咒受到了几起聘用女巫抓捕人鱼的委托, 蜜堂特意派遣信使请示过我, 被我否决了。 她的歌声可是被所有霞湾水手和探险家, 视作象征吉祥平安的喜好啊, 这些商人简直是疯了, 能告诉我他们都是谁吗? 沉睡魔咒, 零不能泄露顾客的身份, 不过…… 提力在空中虚描了几个名字, 既然对方是名女巫, 作为沉睡岛的领导者, 她就不可能坐视不管。 这可是你自己偷看到的。 没错, 他们会遭到报应的。 两人相识一笑。 这次来找您, 除开新的探险委托之外, 我还有件事需要您的帮助。 说吧。 是这样, 我回来后听说, 咸岳湾引进了一种新的船只, 可以不依靠风力航行, 并且航速比帆船要快得多。 我托人详细打听了一番, 得知这种船竟是边陲镇制造出来的。 我想要继续探索水线以上, 就必须得有更大更快的船只, 否则在风力不佳的情况下, 就只能被逆流推着走了。 钱不是问题, 船速越快越好, 您能帮我把这封订购信交给他吗? 你不想让闪电知道? 如果他知道的话, 一定会坚持着要跟我去的。 水线之上都有什么, 谁也不清楚, 我不能带他去冒险。 可是, 他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探险家了。 我明白了, 我会暂时帮你和罗兰温部队联系的。 多谢殿下。 雷霆离开后, 体力沉思许久, 把之前在幽影群岛遗迹中的古籍又搬了出来, 或许他能在这里面找到跟海线、潮汐有关的线索。 按照艾葛莎教导的方法, 他将魔力按照字符的形状扭转, 脑海中便自动浮现出了相应的意思。 仿佛他不是在阅读书籍, 而是书籍在向他倾诉内容。 一些古书描述了记录者在蛮荒地的所见所闻, 一些像是航海日志, 还有一些则提到了联合会的重建计划。 越是往下看, 他便越觉得迷惑。 这些内容之间毫无联系, 亦不像出自一个人的手笔, 而且没有一本提到海线、海底尖塔、 瞭望镜与镜中的巨大石门。 这和他先前的预想完全不同, 原以为只要能看懂联合会的文字, 怎么样也能揭开一部分遗迹中的秘密, 甚至可以找出幽影海域水平面快速升降的真相。 但现在, 他更像是在翻看一堆东拼西凑的杂技。 等等, 东拼西凑? 提力脑海中忽然闪过一道电光, 他把三本航海日志摊开放在一起, 再次仔细查看一遍。 上面记录的时间相差甚远, 有些甚至相隔了好几十年, 航线也各不相同, 从大陆附近海域到辖湾都有, 就好像有人陆陆续续把这些东西收集到一起, 再存放进遗迹里一般。 当这个念头冒出来后, 他不禁感到背后升起了一股寒意。 到底是谁会这么做呢? 第487集 纷乱的启程 吴东城 长歌区码头 两艘水泥船停靠在岸边, 工人正将一个个麻布带搬卸下船, 亲上任的农业部官员在一旁清点着数量, 整个码头洋溢着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 这对于邪悦影响尚未散尽, 路面仍残留着积雪的要塞来说实为罕见。 经过检查和统计后, 这些麻布带里的种子都会由专人派发到每个农户手中。 殿下, 黄金一号种子真的能把小麦产量提高三倍以上, 那岂不是说田里的产出可以让每个人都填饱肚子? 这样的话, 卢兰也曾听巴罗夫说过, 或者说, 在大部分贵族眼中平民饿着肚子才是常态。 让大家都能吃饱是领主最基本的责任, 我们仅仅迈出了第一步而已, 另外, 你也无需把它看作是我的仁慈, 要知道, 饿着肚子的人民可没办法全心投入到城市的建设之中。 但, 这无疑是像了不起的功绩, 据我所知, 王国没有哪座城市可以做到这一点。 功绩的确值得称赞, 不过, 我只占了很小一部分, 最关键还是靠女巫, 没有叶子的改造, 黄金一号根本无从谈起。 也许, 我们之前真的错了。 什么? 在对待女巫的看法上, 大多数贵族对于教会的宣传不以为然, 但对女巫同样抱有厌恶和提防心理, 配合教会绞杀不过是顺势而为, 就算是利用, 也基本像奴隶一样严加看管。 只有您看到了他们的价值, 把他们视作一般人, 这才是最不可思议的一点, 他们明明就不一般。 你们不止没有看到女巫的价值, 也忽略了人民的力量, 事实上, 后者的潜力更加惊人, 女巫就像是催化剂, 两者加在一起, 便能带来文明的飞跃, 越是发展, 这种提升就越大。 现在补救还来得及, 毕竟我们属于同源。 殿下, 锅炉已经烧开了, 胜力号随时可以起航。 让大家上船, 我马上就来。 是。 农业部的指导团队, 下午应该就能抵达, 他们会告诉你们, 该如何种植黄金一号。 至于矿洞的采集建设, 人口扩充, 普及教育和开设工厂这些, 在会议上已经谈得够多, 按照计划实施就好。 遇到什么问题, 先尝试自行解决, 步行再告诉我。 我走了之后, 这里就交给你了。 好好干, 长歌区执行官, 不会是你的终点。 我不会辜负您的期待, 殿下。 罗兰登上水泥船, 下令启程, 随着汽笛长鸣, 胜力号缓缓离岸, 向边陲区驶去。 这是第几艘土豆沙了, 他们都是从小镇的方向开来的。 那就边陲区, 领主大人不是说了吗, 我们现在和镇子是一座城市了。 蛇牙撇撇嘴, 土豆船是小给内核中那些 没有风帆的古怪船之起的外号, 但他更喜欢石头船这个称呼, 宽大的灰色船身有如磐石, 即使搬运工在上面来回跑动, 他也纹丝不动。 这有什么来着? 吴东城。 管他呢, 跟我们又没关系, 你们前往小镇也会乘坐这样的船只吧, 记得好好看看, 为什么他们没翻没讲也能动, 头顶喷出的白雾和黑烟又是什么? 这才真正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吧, 建成后好歹大家都能找一份活干呢。 你们真不打算留下来吗, 都是杂工, 为什么非要去一块陌生的地方? 多一枚银狼啊, 待在这里是六枚银狼的新潮, 去那里是七枚, 反正都是干活, 当然选钱多的。 我没问你。 魁白了他一眼, 将目光盯在蛇牙身上, 不知为何, 蛇牙忽然觉得有些心虚。 吴东城建立之后, 领主似乎兑现了他的承诺, 广场一夜之间多出了无数招募公告, 不过给老鼠的机会并不多, 基本都是杂工和尼工学徒, 薪酬也比其他人要低。 当然, 再怎样都比当老鼠时 鸡一顿饱一顿要好。 如果这些薪酬 真能按公告上说的那样, 准时发到手里的话。 对于几位伙伴, 他的说法是去边陲区转得更多, 但真实想法是那里离白纸更近。 望着魁审视的眼神, 到了嘴边的话, 又吞了回去。 我的想法和虎爪一样。 那你们还会回来吗? 就在这时, 码头方向响起了哨声, 一杆红色的旗帜摇晃起来。 哎,哎, 轮到我们了, 快走。 虎爪一把抓住蛇牙的手, 拉着他往码头奔去。 随着哨声, 身边的人群也跟着涌动起来。 进入检查通道时, 几乎是被推挤着前进。 蛇牙一边将行李包裹抱在胸口, 一边向后张望, 可惜身后全是黑鸦鸦的人潮, 他根本找不到魁和小的身影。 几名黑衣警察正在通道尽头检查登船证。 你的名字, 分配的队伍, 拿出证明来。 虎爪过去后, 很快便轮到了他。 蛇牙从内衣口袋里摸出那张热乎乎的皱巴纸条, 小心翼翼地递到警察跟前。 蛇牙, 红旗组第五建筑队, 您看。 对方根本没有理会他的引子, 展开登船证扫了一眼, 不耐烦地拍到他胸前。 左边那艘船, 下一个。 登上船弦, 虎爪已经在入口处等他了。 他们没有索要额外前臂, 真是不可思议。 是啊, 他们没有。 蛇牙心不在焉地把证明重新折好放回怀里, 双眼望向码头区寻找伙伴的位置。 直到石头船发出高亢的鸣响慢慢驶离码头时, 他才在低岸边的一处石阶上找到了两人。 奎正挥舞着小的外套, 而小子抱着胳膊缩在他的身后。 蛇牙也赶紧脱下外套, 毫不理会其他人诧异的目光用力甩了起来。 两人的目光终于再次汇聚在一起。 你们保重! 对方似乎也在说些什么, 只不过, 船只发出的轰鸣盖过了彼此的声音。 奎沿着低岸又追了一阵, 但仍然被石头船拉得越来越远, 逐渐消失在视野中。 直到最后, 蛇牙也没能给出回答。 花费一天时间返回边陲区区, 罗兰感到腰酸背痛, 洗漱完便早早睡去, 隔天接近中午时才恢复精神。 看来自己的专用舰船上, 一定要设置隔音舱室和柔软的躺椅, 最好还能有一张宽敞的大床。 不然坐在不断震颤的硬板凳上, 听着蒸汽机的反复轰鸣, 对精神和身体简直是双重折磨。 走进办公室, 罗兰第一件事便是将总管巴罗夫蒙斯 和农业部长塞尼达利招了进来。 如今, 离春季公事的预定时间只剩下最后一个星期, 军队方面有铁府把握, 他倒是十分放心, 因此, 最重要的就是抓好农业生产官, 做好春种工作, 毕竟手里有粮, 才能做到心中不慌。 在长哥码头, 我已经看到了运送出去的种子, 只要有黄金一号, 今年那边的收成再差,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但边陲阵才是重点, 我们是榜样, 是证明, 是宣传给所有人看的例子。 所以, 春耕工作完成得怎么样了, 谁来说一说。 天下,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批竞争的农奴中, 只有三成人愿意继续从事耕作, 加上新招务的农奴, 现在农业人口总数在一万左右, 按照上一年的小麦平均产量, 这一万人产出的粮食, 应该能够养活四到五万人。 我说的养活, 是按照正式居民小麦限购量来计算的, 这个数目, 要远大于其他城市平均的日常消耗, 如果只是要求不饿死, 那么还能够再多加两万。 大致就是如此, 殿下, 不过以上结论, 都是农业部根据前年统计的数据得出的, 今年拥有一半农奴, 主要是新近的那批, 会使用叶子大人改良的黄金二号。 说真的,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 我真不敢相信麦杆上居然能长出那么多麦碎。 加上会有两千人会改种土豆和玉米, 所以我也无法预计最终的实际产量是多少。 而耕种部分, 目前农田正在翻耕当中, 按照之前编写的农作物种植手册, 田地需要反复翻耕三次, 并将发酵好的堆肥混入其中。 这个过程一般需要三至四周, 主要取决于一块地里的劳作人数和所用农具。 上一年的农奴基本都租借了铁制农具, 应该能缩短不少翻耕时间。 至于, 勾要刨多深, 种子洒入尖壳, 这些我都有安排学徒去进行宣传讲解, 教导他们按照种植手册上的最优方法进行过程。 这位原本郎家的骑士对农士下了很大一番功夫, 需要顾忌的方面考虑得头头是道, 就连罗兰也忍不住点起头来。 这个时代, 农业不发达, 就在于泰国依赖土地本身, 一块田就相当于种植的全部, 为了保护好田, 甚至还得更一年修两年, 用地效率极低。 现在乌冬城有了可控的水利灌溉, 天然的肥料和合理的种植方式, 加上叶子改造的种子, 产量在本地人眼里自然高得惊人。 不过对于罗兰来说, 三万的总人口里, 有一万余人从事种植农业, 这个比例仍然太高了。 接下来, 想要降低农业人口, 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从农具下手, 例如, 制造一些利用矗力或机械动力工作的农业设备。 很好, 将这个势头继续保持下去, 另外, 派往长歌区的人手也要做好记录, 以后若有要推广到其他城市时, 便按照这个模式执行。 处理完农业上的事物, 罗兰离开了城堡, 在夜莺和亲卫的陪同下, 前往赤水河船雾。 这艘由安娜负责施工的船只, 于两天前, 已经进入武器安装阶段。 只见, 涂有灰红双色防腐涂层的船体, 静静立在枕木上。 足有三艘水泥船大小的船身, 显得十分魁梧, 和没有舱室的水泥鸣轮船不同, 它的侧险接近三米, 能够把锅炉和蒸汽机全部塞进腹内, 两类也取消了鸣轮。 除此之外, 它另一个的特征在于船身中央拥有一座凸起的舰桥, 尽管只有两层楼高, 但看起来仍然十分醒目。 当然, 作为一门潜水重炮舰, 最重要的装备, 无疑就是那门一百五十二毫米的巨炮了。 为了节省建造时间, 罗兰没有让安娜单独制造舰炮板, 而是将城墙上的要塞炮拆了下来, 打算直接上舰。 现在, 它正摆在船雾旁边, 等待最后的吊桩。 殿下, 这儿。 见到罗兰出现, 安娜立刻向她挥了挥手。 怎么样, 建造过程还顺利吗? 在罗兰前往长歌区的这一周时间, 安娜包办了炮舰的全部纸作, 虽然将关键部位的图纸交给了她, 但这毕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 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十分正常。 不怎么顺利, 比较麻烦的有船体侧面变形, 螺旋桨漏水, 汗上剑桥后船体向一侧倾斜, 以及炮座无法卡住火炮的问题。 不过, 我都已经解决了。 都解决了? 是啊, 侧面变形是由于传线钢板太薄导致的, 我在易变形的部位加装了固定支撑架, 螺旋桨漏水是因为套管和联动杆始终存在缝隙, 不用水槽将它包围起来, 这样漏进来的水也不会到处乱跑, 借由蒸汽机的动力抽出去即可。 剑桥偏闲嘛, 是因为重量不对称所致, 一点修改就行了。 炮座的问题最难解决, 我最后是在转轮枪上找到的灵感, 先在底圈削切出一排齿痕, 再补上一个可以插入齿间的勾爪, 就能将上方旋转的炮架 固定在任何一个想要瞄准的方向上了。 你真是个天才。 尽管这些都不是难处理的毛病, 但那是对于画骨无数份机械图纸的罗兰而言, 特别是最后一点, 能从转轮枪结构联想到炮座固定方式, 恐怕也只有安娜拥有这份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了。 对了, 殿下, 这艘船有名字了吗? 还没有, 怎么了? 那些第一军士兵每隔几天就要过来看一次, 还正着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到剑桥上, 他们说你允诺过, 炮术最好的人可以拥有一艘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舰船。 哦, 是有这么回事, 罗兰脑中浮现出火炮营的罗德尼和纳尔逊两人, 不过这艘可不行, 要知道, 第一艘军舰的名字不仅代表了船只本身, 还代表了这个级别型号, 这份荣誉我可不能让给别人, 所以就叫它罗兰号好了, 罗兰脊一号舰。 第489集 战争的前奏 辉宝王都, 内城区花园豪宅 自从罗兰温布顿殿下 对王公发起突袭, 将苍穹殿堂摧毁后, 塔萨的地位便水涨船高, 鸽子与礼貌成员 无一不对它毕恭毕敬, 情报组织也算真正稳固下来。 除开这几名核心成员外, 半年多的运营 已让塔萨能够影响到骷髅手指的决策, 而其他老鼠组织的动向 它也基本一清二楚, 无论是在巡逻队 还是在黑街, 都有它收买的眼线。 如果仅仅是包打听就有钱拿, 这些人并不在乎自己是为谁效力。 目前仍然无法渗透的地方 是上层贵族, 那是个讲究家事和爵位的地方, 光有金龙起不了什么作用。 不过, 借由与大贵族 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老鼠头目, 一些不太重要的消息 也能时常漏进他的耳中, 例如他现在听到的这条。 提费科将派遣一支五百人左右的队伍 去封锁吃水河道, 他还真打算这么做了? 是, 里面至少有一半是雪藩会老鼠, 这是老大亲口说的, 由于是个肥柴, 昨天帮派里还起了内讧, 死伤了五六个。 的确是个肥柴, 想想看, 他们能拦截到的都是什么? 伤船, 违反国王禁令的后果又是什么? 当然是没收货物, 再狠狠敲诈声一笔啊, 干这种事还有比老鼠更擅长的吗? 当然, 巡逻队也不赖。 既然里面一半是老鼠, 我想另一半就是伟王的卫队了。 今天早晨, 有人注意到郊外码头出现了四艘鹰头船。 塔萨不禁皱起了眉头, 鹰头船是一种内核战船, 船体细长, 有帆有奖航速很快, 水线以下设有凸起的撞角, 船线两侧也不止有铁钩, 一旦追上目标就能紧紧锁在一起, 便与船上的战士跳过去作战, 一艘商船很难逃过他的追击。 所以把情报综合起来就是, 伟王打算派一支五百人的舰队去堵截赤水河, 其中包括四艘战船和两百余名全副武装的卫队。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啊。 提废哥想要封锁商路的计划, 早在协阅前就放出过风声, 但那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会将关卡设在运河附近, 全面禁绝与西境的商贸, 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毕竟, 荧光城和赤水城的领主, 都不会乐意看到自己因为一道莫名其妙的命令, 而白白损失一大笔金钱。 强行将关卡设在西境与中部的边界上, 只会让当地领主下黑手铲除这些关卡。 但有了四艘战船, 情况就不一样了。 首先, 其他领主几乎没有水上作战能力, 战船顺着赤水河来去自如, 伤队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被拦截, 就算想背地里动刀子也无从下手。 其次, 这反应表明了提费科对付西境的决心, 哪怕会与其他领主交恶, 他也执意要这么做。 塔萨望向希尔, 而后者朝他点点头, 似乎也想到了这一点。 提费科很可能不会设置固定关卡, 而是利用赤水河袭击任何看到的商队。 他们在水上作战时是海盗, 靠岸则是山贼, 五百人的规模对任何商队来说都是噩梦, 这样一来, 西境或许真的给掐断物资供给了。 这条消息我会尽快汇报给殿下。 边陲镇在上一年购入了大量的粮食, 衣物和矿石资源, 如今又吞并了长歌药塞, 理论上需要的物资将进一步扩大。 如果被掐断贸易线, 对王子殿下来说必然是个极大的麻烦, 也不知道但能否顺利解决这件棘手的事。 就在此时, 庭院里传来翅膀拍打的声音, 塔萨起身推开后院小门, 一只灰笋如闪电一般窜入屋内, 盘旋着落在他肩头。 见到是西境来信, 马戏团成员都不约而同地俯兄低头, 以示尊敬。 塔萨取下纸条展开, 快速扫过密信上的内容, 心里猛地一跳。 塔萨不由得笑出声来, 尽管知道自己身为一名情报人员, 不应该将表情泄露在外, 但这消息实在来得太过惊喜, 让他抑制不住心底的愉悦。 看来我们不用担心这件事了。 王子殿下已经知道了? 不, 是他马上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从根本上? 您的意思是…… 没错, 殿下的第一军已经出发了, 目标就是王都, 将提废科拉下王座的时刻到了。 塔萨虽然知道殿下会在今年发起行动, 不过, 没想到会这么快。 处于保密考虑, 殿下并没有告诉他具体的行动计划, 直到今天, 他才知道, 宫事居然就安排在春季, 而且刚好掐在春更的时间节点上。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殿下有什么命令, 请尽管吩咐, 塔萨的心绪跟着激荡起来。 没错, 如果提废科倒台, 罗兰温布顿将成为唯一的徽宝继承人, 他会接过王冠, 加冕为王, 而自己说不定也会一跃进入权力上层, 登上一个以前想都没想过的新台阶。 至于这场战争有几成胜算, 提废科能不能挡住罗兰殿下, 他压根就没有去考虑, 任何一个目睹了第一军战斗的人, 都不会对春季攻势的结果有任何疑问。 殿下的命令是, 在攻城荡日, 不要靠近西城门区域, 同时, 因尽可能约束老鼠趁机作乱, 尽快恢复战后秩序, 对受难平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如医治、收容和粮食供给, 秩序稳定后, 移交第一军处理。 就, 就这样, 不用我们去骗开城门, 或者四处放火吸引守备军的注意力? 这是殿下的意思。 塔萨收起信职, 这些命令, 确实像是罗兰殿下的行事风格, 把更多目光放在民众和秩序上, 而非强求情报人员也参与到战斗中来。 另外, 命令还说明了, 他根本没有把提废科的抵抗势力放在眼里。 罗兰站在剑桥指挥室顶端的天台上, 望着后面排成一字形的长长舰队, 心中澎湃不已。 虽然除开旗舰罗兰号 其渔船只都是缓慢而笨拙的水泥船 但当十余艘凑在一起时 依然显得壮观无比 烟囱里冒出的白烟 拖成长长一线 河水也因为这支庞大的舰队 向两边荡开 感受着舰手破浪时的上下起伏 颇有些一往无前的气势 而作为旗舰的炮艇 则是队列中最为耀眼的明星 耸立的舰桥和修长的外形 让他完全有别于普通帆船和水泥船 武器装备包括健身前部的一门 152毫米的主炮 和尾部两艇马克一型机枪 特制的高压蒸汽机和螺旋桨驱动系统 能让他跑出12公里的急速 在这个时代 他绝对是内核流域的霸主 你看来心情很好 因为很快就可以重回故地 王公 不 我永远不会回去了 西境才是我的家园 我只是为了能够快速平息纷争 而感到高兴 嗯 一半是假话 卢兰不由得一致 他差不多都快忘了对方 可以辨别谎言 好吧 我其实是觉得 自己能在一个协约的时间里 憋出这么多舰船感到十分满意 这次是真的 不过听起来有些自夸啊 所以我才不想说真话 可以理解 其实我并没有过爱你 如果不是跟我有关的话语 你就算撒个小伙 我也不会介意的 不介意你就别专门点出来啊 对了 我还没对你说谢谢 嗯 谢什么 结束纷争 平定辉宝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女巫 都能在你的志下 快乐地生活下去 我知道 你肯定会做到 只是没想到 这一天会如此快地到来 没有那么快 就算推翻了提废科 贵族也会出现反扑和垂死挣扎 等完全整合辉宝 恐怕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毕竟历史总在螺旋中前进 想要实现最终目的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已经远超我的想象了 原本我还在担心 能不能亲眼看到这一幕呢 说什么傻话 难道你觉得 我会让你身负险进不成 因为我是战斗女巫嘛 活跃在第一线 是理所当然的事 而且 想要打破现有的规则 总得付出一些代价 在向你立时效忠的那一刻起 我就做好了这个准备 很遗憾 让你失望了 代价当然会有 不过 基本都由敌人来支付 再说 这件事其实 我也得谢谢你们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遇见女巫的话 我也不会这么快 下定决心走出这一步 如果不是安娜 罗兰不会立刻做出挽救女巫的决定 若这个事件没有神奇的魔力 她恐怕还呆在贫瘠的边垂镇 提心吊胆 过着原始而又简陋的生活 这是 真话 当然 忽然 一个金色的身影从天而降 落在两人身边 殿下 二十公里外 有四艘单围帆船 正在向我们靠近 两侧带滑桨 看造型 像情报里提到的鹰头船 不过我没有在船头 瞧见老鹰模样的雕像 这个鹰头估计是指水下的重脚 干得不错 继续保持监事 那 罚座的习题 能不能减少一份 好吧 如果你能保证以后都不乱窜 可以只做一份 是 闪电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随后 闪身跃起 像精灵般 向东边 快速飞去 你不应该放她一马的 有讲有罚啊 记忆才深刻 罗兰不以为意地挥了挥手 转身 想爬梯走去 回指挥室吧 我们有活干了 四米剑方的指挥室里 除了一张固定在地板上的木桌 和四条长凳外 再无他物 第一军指挥铁斧 火枪营营长布莱恩 火炮营营长凡娜 和胜利号舰长卡库西姆 站在桌边 为接下来的首次水战 制定作战计划 根据塔萨提供的情报 提废科的四艘战船 都是内河奖帆船 速度应该和水泥船不相上下 但转向较为灵活 这类船只的进攻方式 一般是贴近敌船后 跳船战斗 也可以装载火药或硫磺 等易燃物撞击目标 同归于尽 不过考虑到对方派出战舰的初衷 是阻截河道 同时捞点油水 因此不大可能采取第二种方式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水面作战 所以有什么想法 大可提出来 殿下 火炮很难命中一个移动的目标 而且我们也在不断运动中 所以我建议 贴近了再开火 只要接近到五十米左右 我保证 那群小伙子们 每炮都能打翻一艘敌船 但是我听说 一发炮弹 不仅消耗火药极多 而且只有安娜小姐能制造 所以还是等对方主动接弦比就好 只要他们敢靠过来 用两侧的重击枪 完全可以把他们打成筛子 卡古西姆 你呢 有什么看法 之所以会把这名老者 照到旗舰上来 正是因为 他大概是吴东城里 唯一一个拥有海战经验的人了 按照他的说法 在跑伤时 曾不止一次遇上过海盗 虽然每次都是被打劫的对象 但也算是一种经验 殿下 在我看来 直接撞过去就行了 什么 您的船 又大又快 还是用钢铁铸成 木头船 恐怕挨一下就会散架 就算没有撞散 破口处的进水 也会让他们丧失行动能力 当然 这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听到这个战术 罗兰脑海中情不自禁浮现出了 今日天晴必波高 领剑围上地旗飘的诗句 很好 就这么办 虽然没有弟子旗 用高塔四星旗代替 也一样 传我命令 罗兰号升吴东城旗帜 名气敌 全速前进 第四百九十一集 钢铁之躯 钟 伊登是一名王都新进爵士 没有封地 爵位也不能继承给子辈 是贵族里的最低档 甚至一些大贵族认为 爵士 根本不能算贵族 最多只是个荣誉封号罢了 因此 对于提废科的封锁令 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依靠自己早年在海上漂泊过的经验 加上新王 更喜欢启用新人 终于成为了一艘 鹰头战船的指挥 他认为自己的优点 在于审视度势 这次封锁商路 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远离舒服的宅邸 在船上漂泊 大半年时间自然很苦 一般贵族 不大愿意接受这样的活 所以 他能勉强 积身进来 做得好的话 十有八九 能够受封为一名 真正的贵族 而想要做好 又很容易 无论是商船还是商队 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若当地领主派出骑士围剿 又拿水上的战船无能为力 只要不贪心 这个任务 定能妥善完成 当然 陛下有多满意 还取决于上脚的钱币和货物 想到这 伊登不由得冷眼看了一眼 对面船上兴高采烈的老鼠 昨天他们刚结住了一艘 挂有赤水城旗帜的商船 尽管船长一再说 自己打算前往坠龙岭 不过 他们仍然愉快地吞没了货物 并把船上的人悉数杀死 缴货的物品主要是皮毛和美酒 以及一罐金龙 而这些蠢货 竟然把收缴的东西 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 按照黑街的行规 五五分城 这让伊登忍不住冷笑出声了 老鼠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的作用 除开露面打劫外 剩下的 便是用于平息当地领主的怒火 等待盼王罗兰完蛋 这些人的脑袋 自然会送到贸易遭受损失的领主手中 以表陛下的歉意 至于缴货的物资 无疑会全部冲入王宫的金库 而他们居然还把这趟行动当成了肥差 对已经挂在脖子上的脚索没有丝毫察觉 这真是讽刺极了 大人 前方有动静 伊登走到船头 簇眉望去 只见远处腾起了一串黑烟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河道上燃烧 过了一会儿 他才隐隐看到一抹灰色正在向这边靠近 毫无疑问 那是一艘船 不过他却没有瞧见最醒目的风帆 他的速度是不是有点快啊 伊登也发现了这点 就算是顺流 他的前进速度未免也太惊人了 半刻钟不到 他就由拇指一般大的一点 变成了巴掌大小 而且按照距离推断 他的体积要比普通商船大得多 另外两艘鹰头船也发现了目标 其中一艘的侧奖快速摆动起来 似乎是想抢在所有人前面 登上这艘奇怪的商船 大人 我们要跟上去吗 不用着急 我们先看看情况 伊登注意到 身后的那艘 由戴里克男爵指挥的鹰头船 也没有什么动静 而搭在老鼠的战船 已经一左一右 摆出了街弦姿态 来船很快变得清晰可见 伊登渐渐张大了嘴 不只是他 甲板上已经响起了惊呼声 桂杆上的水手更是高汗 天哪 头儿 这是什么玩意儿 只见 对方船身上竟然泛出金属的光泽 而且不像海船那般只在底部包裹铜板 它浑身都是一个颜色 哪怕是船身上方的奇怪铁塔也是如此 它的船头犹如梭子 将河水迎面劈成两半 光是那贴着船舰泛起的白浪 就知道这艘铁克船的航速 有多么夸张 一声浑厚的鸣响滚过众人耳边 来船不仅没有减速 而是稍稍偏转了航向 直朝第一艘携在最前面的鹰头船撞去 犹如街弦站 需要从侧面靠近目标 所以鹰头船得先斜向行驶 这个步骤 对付慢悠悠的商船本没什么问题 但面对破浪而来的古怪铁船 就成了一个大破绽 还来不及将船头调过来 对方已经一头撞进了鹰头船 毫无防备的腹部 所有人都听到了木头折断的咔嚓声 戏头的站出来 像是被巨长猛地拍打了一下 整个船身都朝一边倾斜过来 进水的一面几乎没入河面 汹涌的水浪冲上甲板 不少人在剧烈的撞击下 直接被甩入水中 神明啊 它是冲着我们来的 狄喜 大人狄喜 甲板上的人已经行动起来 有的架起了弩弓 有的正往火枪里装填弹药 看到铁船上方飘扬的高塔双枪旗 伊登咽了口唾沫 咬牙下令 让讲手都给老子动起来 向岸边靠拢 这是从未见过的旗帜 但伊登心底已经有了猜测 只有西境那位传言中 与魔鬼有交易的王子 才能造出这样恐怖的玩意儿 不知体型巨大 而且速度比霞城的蒋帆船 还要迅捷 这根本不是凡人能办到的事 我们不跑吗 跑 它的速度比我们还要快 你又能跑到哪里去 只有景天河岸 才能防止它撞过来 绕到它的背后 我们或许还有登船作战的机会 该死的 快去传到我的命令 伊巴推开惊慌失措的副手 伊登望着最先遭难的鹰头船 手脚冰凉 就算无法看到舱室内的情景 他也能想象出来 铁船的剑手完全插入了战船腹部 就算没有一分为二 弯折的狭长船身也撑不了多久 那些滑奖的水手 无疑是最倒霉的家伙 被铁头碾碎 都算不错的结局了 最惨的是卡在舱室中动弹不得的人 只能被灌入的河水活活枪死 哭喊声叫骂声和惨糊声夹杂在一起 如同一锅沸腾的开水 尽管船上大部分都是老鼠 但蔓延开来的恐惧仍让它感同身受 两边的处境已经颠倒过来 猎人变成了猎物 随着水流的撞击和铁船的骤然减速 弯折的樱头船终于从敌人箭手脱落下来 并迅速轻覆 河水从破口涌入 泛起的浪花带上一丝血色 第二艘战船也在拼命调转船头 想要尽快远离对方 但死神般的长鸣再次响起 铁船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拖着长长的黑烟开始加速 朝着离他最近的船只扑去 由于第二艘战船转头正完成一半 所处的局势比第一艘还要糟糕 面对直冲过来的铁壳船 老鼠们吓得手足无措 少数几个还能反抗的 端着弩箭朝敌人射去 可奴使在如此庞然大物面前 就跟细小的冯一针没什么区别 落在铁板上 连个印子都看不到 很快 携带着势不可挡之力的铁船 以几乎垂直的角度 撞在鹰头船正中心 把石鱼跟长江挤得粉碎 随后 伊登目睹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在水流与撞击共同作用下 战船一侧猛地被压入水中 同时将敌人的箭手拱了起来 后者 就像是冲弯搁浅一样 撬起船头 然后狠狠砸在了甲板上 有头船 顿时发出刺耳的扭曲声 还活着的老鼠纷纷跳水逃生 那些被砸断手脚的家伙 只能惨叫着在倾斜的甲板上翻滚 留下一道道血迹 伊登眼睁睁看着铁船缓缓下落 而起方不堪重负的狭长船身 发出一连船噼里啪啦的炸响 木船毕竟不像海船那般坚固 在重压于挤推之下 船身忽然从中断开 两端猛地扬起跳飞躲躲水化 断成两节的战船并没有迅速下沉 而是像尸体一般倒敷在河面上 紧露出半边侧线 而铁科船外表 看上去毫发无损 继续向自己飞驰过来 伊登听到了一片倒吸气的声音 四艘鹰头船 瞬间就折损了一半 而他指挥的这艘船 眼看就要成为下一个 那一瞬间 他已经做了跳船逃命的准备 但幸运的是 他赌对了 见到他这艘船只 已经完全贴近岸边 敌人拨正航线 朝最后一艘掉头逃跑的 代理克男爵号追去 把弓和火关都举起来 我们要杀死这帮 躲在铁壳子里的畜生 每干掉一个敌人 我就赏他一枚金龙 听到了吗 一枚金龙 如果就这样逃回王都 即使能活下来 他也完全没有了 晋升的可能 唯一的机会 就在于击败这艘盼王的船只 拿着他 向提废科陛下邀功 哪怕这艘船 是地狱魔鬼造出来的 只要上面的人 仍和自己一样 就还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没有被敌船像碾蚂蚁一样碾碎 水手们心底的勇气 又回来了不少 这些人 原本干的都是刀头填血的活 见惯了血腥场面 只要不是一边倒的屠杀 他们还是有兴趣 为了金龙 搏上一把的 在确定不会被撞击的情况下 鹰头船离开河岸 与铁壳船同向前进 并缓缓朝他的航道靠路 而后者 很快追到了 并行的位置 就在对方即将超过自己之际 两船的距离 已不过数米 水手们端起五花八门的武器 准备先打上一轮 等船只并拢后 再跳过去进行厮杀 这也是对付商船的惯用手法 但敌船甲板上空空如也 只有尾部一处漆黑的场馆 对准了蠢蠢欲动的水手 场馆周围被铁皮包围 仅在正中央位置 露出一排小孔 伊登还没来得及琢磨出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铁管前端已经喷出了火焰长蛇 战成一排的人群中 顿时扬起了多多血雾 飞溅的木头碎屑和血肉 撒得到处都是 水手像割麦子一样撑坯倒下 反应过来的人开始寻找掩体 但无论是酒桶还是桂杆 都无济于事 铁管指向的位置 就是死神所在之处 桶子被撕得粉碎 而桂杆也经手不住 这种恐怖武器的持续打击 伴随着一阵支压声 短程两节 上半部分卷着帆布落入水中 失去主要动力的鹰头船 陡然慢了下来 伊登幻想的转机并没有出现 他大概明白了 那应该是一种火枪 只是转速太快 它由碰碰的激发声 变成了连绵不绝的滋滋声 只是他完全想不透 为什么装填极慢 准头又十分差劲的武器 在盼王手里却可以做到这一步 或许 也只有魔鬼之力可以解释了 很快 子弹的暴雨 覆盖了他 罗德尼第一次见识到这样的战斗 罗兰号横冲直撞 利用坚硬的船头 和强劲的动力 催枯拉朽般击溃对手 而对方 毫无反抗能力 他守在炮位上 随时等待开火 但最终 也没能等到这个机会 当第四艘敌船 瘫痪在河水中央 战斗已宣告结束 空气中飘荡着敌人的哀嚎和身影 幸存下来的人 完全失去了战斗意志 他们游向河岸 头也不回地朝树林深处逃窜 对于这些丧家之犬 殿下亦没有下达追击指令 放任他们自行离去 另外还有一些受了重伤 靠在船只残骸上 奄奄一息的家伙 自然也不会有人去救治他们 最后等待他们的 必然是自生自灭 太可惜了 我本来以为 能让火枪营的那帮家伙 见识下火炮真正的威力来着 是啊 比起刚才重机枪消耗的弹药 一发炮弹也多不了多少 还省事 够了 这可是安娜小姐亲手做出来的 和每天都能生产 好几百发的机枪子弹 能比吗 之后的工程战 有你们打的 到时候给我瞄准点 别丢了火炮营的脸 你们可是我挑出来的 精英小组 营长先生 您都说过好多次了 放心吧 保证三炮之内 哄开王都的城门 喂 你也说点什么 我想有一艘这样的战船 嗯 什么 我希望自己 也能用一艘这样的潜水中炮舰 叫罗德尼号 等等 你不觉得 应该把这个荣誉 让给哥哥才对吗 第二艘被命名为 纳尔逊号更好啊 不 不 哥哥 这个我是不会让的 你们两个都省省吧 第二艘 只可能是 梵纳号 别忘了 是谁把你们招到 精英炮族里来的 唉 又来了 这不能是 猫爪号 或右皮号吗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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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落在后面的水泥船 陆续跟上旗舰 远征船队再次启程 两天之后 王都青灰色的城墙 徐徐展开在众人面前 第四百九十三集 战王都 上 殿下 码头区有一支队伍助手 人数在一百人左右 看打扮像是民兵 只有百人 罗兰略感诧异 提费科会在郊外码头布防 并不奇怪 浩大的舰队一路驶过赤水城和荧光城 必然会被有心人注意到 尽管蒸汽船的速度 比风帆船快上了许多 仅用五天时间就完成了 后者一个星期的路程 但依然比不上连续换马 昼夜不停的信使 更不要提信哥了 如果新王的探子用信哥传递消息 提费科大概能提前两三天收到消息 不过 对方只派出一百人防守码头 就令人意外了 按罗兰的设想 第一场战斗应该会在码头附近展开 为了阻止自己的部队顺利登陆 河两岸都会不止弓弩手和火枪兵 甚至还可能架起偷石机 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在春季攻势前 建造出内核炮箭的原因 水路运输的效率远超陆地行军 但也有受限停靠马头 和容易被预先射服的缺点 而有了对陆攻击能力 他就可以轻易击溃敌方的伏兵 开辟安全地登陆地点 而对方似乎放弃了半度而击的巨大优势 从结果来说是正确的 可道理上就说不过去了 提费科不可能知道一百五十二毫米箭炮的射程与威力 想到这儿 罗兰把希尔维叫了过来 民兵身上有没有携带狂化药丸 希尔维召唤出魔力之眼 观望了一阵 我没有找到丸子一类的东西 他们部分人连武器都没有配备齐全 不过地里似乎有些奇怪 地里 他们在地底下买了些东西 码头上也有 是瓦罐和木头 里面装着灰黑色的粉末 这是火药 原来如此 这样就说得通了 一百来人的民兵队伍 不过是提费科派来吸引我们注意的诱饵 真正的目的是想让我们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靠岸登陆 攻占码头 然后引爆火药 把我们连码头一起送上天 虽然说得很轻松 但罗兰心里却不这么想 这种类似于古老地雷战的战术 确实是种不错的计划 就算他看出端倪 也总要下船的 既然选择了水路运输 码头就是必经之路 提费科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只是他没打算正面防守 而是设下暗地里的埋伏 好给自己一个措手不及 如果不是有希尔维在 自己说不定 还真会吃上大亏 不过既然提前发现了 解决起来还是很容易的 没有无限引爆技术 提费科必然会在埋设火药桶的附近 安排点火人员 只要提前解决掉他们就行 不管如何 码头一定要保下来 否则火炮和弹药都难以运上陆地 在希尔维的缜密观察下 罗兰发现了两处疑似阴火点 一个位于码头边的一座窝棚中 地底有一根铁管 通向最近的火药桶 另一个就在码头的仓库里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 都有神罚之时造成的无光黑洞在移动 将结果与铁府商量一番后 作战计划很快确定下来 先由夜鹰潜入仓库 巧无声息地干掉引火人 并守住大门 防止可能存在的替补者闯入 点燃火药 之后再用剑炮摧毁窝棚 就算导致地底下的炸药提前引爆也没有关系 只要码头安然无恙就行 靠在王都西城墙的墙朵上 刚心骑士魏马斯举起瞭望镜 观察着运河上的动静 细长的运河 犹如一条闪闪发光的金色丝带 穿梭在鹤白相间的云野之中 鸡血已经化去大半 露出了大地的嫩绿 那是青草在发芽 也是万物复苏的证明 这样的景色 无论何时欣赏 都是如此赏心悦目 唯一不达调的是 运河上方飘扬的一道道黑烟 那是盼望罗兰温布顿的船队 没想到他居然真的敢对王都发起攻击 这让魏马斯感到好笑之余 也生出了一丝敬佩 这座都城自从建立之初 在两百多年来的时间里 从来没有遭遇过一次袭击 任何敌人看到他威额宏伟的青石城墙后 都会提不起进攻的勇气来 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这份胆量 敢在敌人最为占优的场地一决高下 可惜对方是敌人 骑士遵于荣耀 他身为王都的守护骑士 被赋予了保卫都城之责 就必须将责任履行到底 按照预定的计划 等盼王部队占据码头 城墙上便会摇起旗帜 这时候 引爆埋在码头附近的烈性血粉 定然让对手损失惨重 阵脚大乱 这时候 再打开城门发起骑兵冲锋 即可奠定胜局 习境那群乡霸佬 大概以为王都 就都跟他们那儿最宏伟的 长歌要塞差不多 搭个木梯就能躲下来 我觉得 你大科省下这些木柴 带回家去烧 有备无患罢了 真是个蠢货 就算废油鬼师 这些东西派不上用场 也得摆出来 给迪费科陛下瞧瞧 因为敌人攻不进来 就随便应付 这种大义轻敌的心态 迟早会为陛下 踢出王城骑士团 魏马斯再次举起亮望镜 只见 船队中排在最前面的无帆船 已经脱离队伍 独自朝码头驶来 他头顶冒出的黑烟 隔着树里地都能看到 闲策没有滑桨 也不清楚到底是如何行动的 不过 这些都无关紧要 再古怪的船只 也不能上岸作战 那艘船逐渐减速 最后慢悠悠 停在了码头对岸 他们想做什么 难不成想在核对岸登陆 不会是百来人的民兵队 就把叛王殿下给吓住了吧 魏马斯也颇感意外 一般人见到码头防守如此薄弱 应该会尽快占据码头才对 他张了张嘴 正打算说些什么 那艘古怪的船只前端 忽然亮起一团火光 橘红色的艳心 如同心声的晨曦 火光闪过树袭之后 他才听到了一声闷雷 雷声从很远处传来 声调不高 但依然浑厚 伴随着声音扬起的是一道土著 位置恰好在引爆血粉的木屋旁 刚才发生了什么 血粉被引爆了 不像了 似乎是那艘船干的 开什么玩笑 这个距离差不多有一里了 对呀 难道 对方已经察觉地底的蹊跷了 从各个渠道收集到的情报表明 盼王拥有极强大的血粉武器 他们无论是射程还是精准度 都要超过王都铁匠们敲出来的那些铁管 因此从一开始陛下就决定不与之正面对抗 而是采用血粉暴投埋伏的策略 让那些武器无处可用 另外船头绽放出火光的东西应该就是放大版的火器了 他们能装下更多的血粉 发射出去的千球威力也更大 只是制造难度要比手持火器要难得多 极其全程的铁匠忙活了一个冬天 弄出来的玩意儿还比不上抛石机呢 没过多久 火光再次出现 同样是低沉的轰响 这一次土著紧贴着木屋腾起 飞溅的泥土都砸到了屋棚顶板上 猜测应验了 对方很明显就是冲着这间屋子来的 他们已经发现了 埋藏在码头附近的血粉 这样你们 提费科陛下的伏击计划就形同虚设了 说不定他们还真有机会触碰到城墙 那么 到底是血粉武器更凶吗 还是王都城墙更坚固 这场战斗之后便会有分枪 就在此时 一声巨响从城头滚过 声音是如此洪亮 仿佛惊雷直接在耳边炸开 码头前方的地面忽然拱起了一座小山 无数泥土和石块被高高抛弃 浓烟和白雾从泥土中迸射而出 形成了云雾状的气躲 剧烈的震动席卷大地 城墙顶端刹那间摇摆起来 魏玛斯下意识蹲下身子 而斯卡尔脚下一崴摔在了他的身侧 飞至半空的泥土如暴雨般落下 砸在地上却听不见任何声音 魏玛斯的耳边嗡嗡作响 过了好一会儿才从这突如其来的震颤中 回过神来 那见鬼 那个出货竟然没等到七号 就引爆了所有的血粉 原本平整的大地 此刻如同被什么东西啃咬过一般 到处都是坑坑洼洼 热气和白烟仍不断从松散的黑泥中冒出 空气里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魏玛斯从抢躲后探出半个脑袋 只见对方的船队再次动了起来 排成一列向码头进发 而原本作为诱饵的民兵 要么瘫倒在码头上 要么已经丢下武器 开始四散奔逃 到底是谁负责点火的 我要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那是陛下安排的人 给我盯好了 他们马上要上岸 准备升蓝旗 希望躲在仓库里的那个家伙 能完成任务 结果 直到对方人员全部登上陆地 码头区也没有见到任何动静 刚才那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响起时 艾伦亚伯正在打理自己的配件 巨大的炸响和震颤 惊得他差点没失手扔掉剑柄 即使提前知道会有这么回事 但他仍未料到 血粉爆炸时的声势会如此惊人 这还是在两三里地之外 如果身处陷阱之中 会是怎样的场景 他安抚住躁动不安的坐骑 收剑入鞘 朝身后的骑兵队做了个手势 等会儿门一开 你们就随我冲锋 不要保留玛丽 他们身后就是运河 是 这是陛下许师的陷阱 悲听之怒惩罚的是对手 而不是我们 打起金山来 他们已无路可退 是 身后那群佣兵 仍是一副茫然的模样 艾伦不屑地摇了摇头 本来他就没有把这些人当回事 不过是跟在后面收拾残局的罢了 然而过了好一会儿 城门依然没有打开 这是怎么回事 艾伦有些疑虑地望向城墙顶端 但刚心骑士 并没有给出任何新的指令 冲锋随时都有可能开始 他又无法离开守备位置 上去询问情况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忽然间 他再度听到了一身闷响 声音仿佛从极远处传来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似乎是敌人发起的攻击 计划到底出了什么疲劳 难道血粉陷阱 没有让对方溃散而逃 略感焦躁之际 一道奇怪的风声乍然响起 艾伦还没来得及细响 城门旁的青砖突然崩裂开来 飞散的石渣一时间 见得到处都是 他感到腰间一麻 僵硬着坠落下麻 受惊的麻痹在奔逃间 又踩中了他的大腿 我的腿 队长 艾伦大人 控制出队伍 不要让他们乱窜 骑兵队的阵力陷入了混乱 谁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纷纷纵纵马躲避 胡从私生竭力的大汗 也难以压制住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他竭力想要爬起来 但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 探头望去 只见自己的大腿 扭曲成了一个诡异的形状 破口出血肉模糊 变形的护甲板歪到一边 而白色的断骨撕破了皮肉和裤子 露出小板结来 上面还挂着丝丝碎肉 艾伦心里顿时一片冰凉 自己的骑士生涯完了 而此时 那怪异的风声又响了起来 这次突发生异变的是城门 他亲眼看到守在城门后的两名卫兵 瞬间被一团碎蟹包围 撕散的木头和飞扬的石蟹 一窝蜂扫过 当尘埃消散 艾伦骇然发现 两人的上半身 如同被利刃削去了一般 心血混合着 红绿相间的内脏躺了一地 他们身后 还捣着五六名骑兵 那些平时根本无害的碎木片 此刻竟成了夺命的利器 像刀子一样扎入身体里 而拇指大小的石块 居然能动穿盔甲 进两尺后的城门上 也出现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祸口 而敌人 此刻仍然远在三里之外 魔魂 敌人是魔魂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原本就混乱的现场 瞬间炸开了锅 先前准备冲锋的骑兵 纷纷调转码头 向着后方奔行 追上逃窜的佣兵后 又引发了践踏和更大的骚乱 转眼之间 西城墙下的局势 已变得不可控制 艾伦再也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 他探到在地 无助地望向天空 周围人群惊恐地喊叫 和接二连三响起的碎裂冥响 似乎离他越来越远 周围也逐渐变得安静下来 他心中最后只剩下一个念头 好冷 第495集 战王都 下 与此同时 闪电 温帝 麦西和蜂鸟 正在执行总攻前的最终打击 由于战舰主炮发射的都是石心弹 对城墙顶端的战斗人员 以及防御设施毁伤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 他们的目标 便是在摧毁敌人布设在城头的防线 尽可能杀伤敌方有声力量 为总攻开辟出一条安全通道 这也是氢气球第一次投入实战 比起五个月前的千里奔袭 此次起飞就在运河边 几乎所有人都目睹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升空 在卢兰的计划里 来去无阻的氢气球 在这个时代 完全可以当作短途轰炸机使用 加上由整个舰队提供后勤支持 完全就是原始版的航母战斗模式 码头上的第一军士兵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他们都知道 没有敌人能够阻挡来自天空的打击 他们英明仁慈的领主 必将会获得这次战争的胜利 不一会儿 轻气球就飘到了王都上空 巍峨的都城缩卷至巴掌大小 闪电拉下防风眼镜 朝温迪比了个头弹手势 后者点了点头 搬动机关 一枚炸弹应声脱离支架 向地面坠去 与之前空袭不同的是 这次安娜没有随船同行 而是换成了蜂鸟 在它的魔力持续影响下 悬挂的四枚炸弹 只要不脱离接触 重量就只有平时的两成 这种附魔方式 是它在魔力掌控能力 日益精进的情况下 所领悟出的新方法 将效果维持在极短时间内的话 即可同时改变多个接触物体的重量 并间接减少魔力消耗 闪电很轻松地追上了炸弹 引导它向城门一侧的投石机撞去 坠至半空之际 小姑娘看到了墙头上 骑士们惊恐的眼神 他们举起弩弓和火箱朝天射击 试图将自己击落 但她清楚 想要命中一只在空中自由飞行的鸟儿 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更何况 大多数武器根本触及不到 它脱离的高度 炸弹静止砸在了投石机上 随着一声巨响 一朵赤红的火球陡然亮起 并迅速膨胀开来 周围的人群来不及躲避 眨眼间便被烈焰吞噬 暴力的气浪 席卷着城墙上的一切 主飞的油锅被掀翻在地 很快引燃了大火 接着火焰随着热油流淌 又点燃了堆放在一旁的炸药包 爆炸声接二连三地响起 将周围的一切炸得粉碎 到处都是火焰和浓焰 前一刻还在准备作战的骑士们 请客间四散奔逃 不少人在浓焰中迷失了方向 直接滚落城墙 还有些人则在火海中挣扎 满地打滚想扑灭身上的火苗 城头此刻已变成一座人间炼狱 望着浓烟滚滚的王都城墙 汐尔维的神色流露出一丝不忍 他们的防线崩溃了 这群人最有应得 如果失败的是我们 他们只会变本加厉 不管怎么样 总得有人为这场纷争付出代价 不是敌人就是我们 贴府 吹响号角吧 拿下这座城市 罗兰不想在这种时候 感叹战争的残忍 或是缅怀和平的可贵 这是权力之争 生存之战 更是理念与阶级的碰撞 一个落后阶级被取代时 从来不是默默无闻退下舞台 总会需要大量鲜血 为其送终 他更希望这些鲜血 来自于敌人 为您而战 殿下 很快 总攻的号角 响彻码头区上空 作为第四突击队的成员 钉子的目标 便是夺取王宫大门 进入内城区后 队伍行进速度 陡然放缓下来 在这里 他们遭到了敌人 强有力的反扑 艾格受伤了 快把他抬下去 该死 野战炮呢 他们被一堆杂物挡住了 只能绕醒 准备火力 这群怪物又冲上来了 钉子狠狠拍了下 自己的脸颊 将子弹填入弹槽中 交给前方的队友 一阵排枪响起 冲在最前面的狂化人 被打得千疮百头 喷着雪珠栽倒百里 但后面的人紧格而上 像是不要命般 扑向突击队 即使手臂 腹部等部位被击中 依旧于俗不减 这些人 不是民兵 钉子感到手脚发麻 他们都穿着半身甲 或练甲 武器精良 从长剪到手弩 应有尽有 听见多识广的穷恩说 只有国王侍卫队 才会配备 这样齐全的装备 可惜 这份箭矢 没能保全他到最后 就在之前一次 迎击敌人的冲锋时 他被一只 斜着射过来的箭矢 刺穿了脖子 愿能坚持到 天使小姐抵达 后撤 第四队撤退 三小队火力准备 老兵们再也顾不上 节约子弹精准射击 一口气打空弹槽 便向后方撤退 来缩短火力压制的间隙 五支突击队 沿着大道交替掩护 自从碎发枪 转换为转轮步枪后 钉子还是头一次 见到换排射击的方式 但他们遇到的敌人 并不是单从正面进攻 一支狂化人队伍 忽然从街边的民房中跳出 大多数人还没来得及 调转枪头 他们就已经冲入阵中 惨叫和咒骂声 顿时响起 丁子一眼睁睁地看着 站在自己身前的队友 被一名双眼通红的侍卫 一剑劈成两半 热血 撒了他一脸 尽管敌人很快 被其他队友击毙 但眼前这人 显然是天使小姐 也没法救活了 那群混账炮兵 他们到底在哪 救救我 我的脚 继续开火 不要停下来 听到队长 丝生里急的大喊 钉子咬了咬牙 用袖子擦掉 弹槽上的血迹 捡起落在地上的长枪 装弹上膛 对着一名通 几名队友 缠斗在一起的敌人 扣下扳机 尽管心怀恐惧 但往日的训练 在不断地提醒他 面对强敌时 只有紧紧和队伍 抱成一团 发挥集体的力量 才有可能活下去 就在此时 钉子听到身后 传来支援部队的高呼声 炮兵在东间 遇到了麻烦 布兰恩大人 怕我们来支援你 不管你们是谁 赶紧给我上来 两架双轮推车 被援军拉上街道 推车上搭载的武器 正是马克一型 重击枪 固定好射击位后 机枪对准 发起新一波冲锋的 狂化军 吐出了长长火蛇 第四百九十六集 天罗帝王 刹那间 街道上扬起了 无数细小的石屑和灰尘 地面发出 噼里啪啦的声响 敌人身形猛的一顿 背后喷发出 团团雪雾 密集的子弹 如同构成了一道 看不见的墙 声声将狂化卫兵的冲锋 阻拦下来 干得漂亮 宰了这群怪物 钉子也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敌人的盔甲 在重击枪扫射下 绽放出点点火花 击中头部和胸腹 几乎是立即毙命 就算打到手脚 也是残肢断臂 而不像转轮枪那样 还能继续战斗 更关键的是 子弹射击几乎没有间隙 即使射尸两三发 也无关紧要 当枪声停息 枪管上已经冒起了白烟 狂化军留下一地尸体 仓皇向后退去 而那些重弹未死 又完全丧失行动能力的敌人 则躺在地上哀嚎身影 在他们眼中 钉子看到了深深的恐惧 举枪 想起那名在自己身前 被一分为二的队友 钉子毫不犹豫地端起了步枪 清理道路后 终于能再次向前推进 当五支突击队抵达王宫门口 立刻按照训练要求 构筑起临时的射击阵地 同时监视其他机道的动向 为了防止被前后包架 这次攻打内城的队伍 被分为三个连队 分别从三条主要阶道向前推进 彼此互为侧翼 这样 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绕行 都会遭到第一军的阻击 但钉子发现 计划实施起来 却远不如训练时那般顺利 南边的街道 被点起了大火 几乎无法通行 而自己这边 又遇到了野战炮 难以翻越的碎石障碍 打着打着 队伍便分散开来 遭遇强大反扑时 队员们根本顾不上东南西北 也忘了观察闪电小姐的旗帜信号 一支原本属于自己连队的突击队 甚至不知所踪 内城区里到处都能听到枪声 好在 他们终是第一个赶到了集合处 半个时辰后 各支连队也陆续抵达王宫门口 野战炮也缓缓推了上来 热气球再次飘至王宫上方 随着四颗炸弹 将庭院围墙和铁门移为平地 最后的攻坚战开始了 陛下 他们已经到宫殿门口了 快逃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提废科呆坐在寝宫大床边 漠然不语 当时他父亲 就是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现在 似乎轮到他了 借助温布顿三世的死 他趁势将此事推到了大王子戈龙身上 解决了这个最大隐患 登上了全力的巅峰 之后一年时间里 他先后整合了东景和北地 同时逼走了三昧加西亚 势头一时无量 原以为迟早会拿下西境 统一整个瑰宝只是时间问题 却没想到 局势的转变会如此突然 和猝不及防 现是狂化军屡次袭击边垂阵毫无作用 接着是突如其来的爆炸 让他心头蒙上阴影 然后短短的三天时间 一切优势化为乌有 当收到赤水城传来的消息时 他绝没想到 自己仅剩下三天时间来准备 北地的积雪还没融化 春庚正好进入藩重阶段 去各地强征民兵为时尚早 而发往东边的邱元信 估计才刚刚送到新任东京公爵手中 最后 他只有用王都骑士团 拥兵队 巡逻队 以及周边贵族的侍卫和护从仓促应战 结果王都引以为傲的巍峨城墙 居然连一天都没能撑过 提匪客忽然将床头柜上的烛台 狠狠砸在地上 混责东西 该死的家伙 如果不是和女巫勾结 如果不是投靠了魔鬼 你又怎么可能打败我 陛下 没错 魔鬼 教会都是些废物 宣称要猎杀女巫 却偏偏露过了罗兰温不断 如果不是女巫 为什么她的火器能比我的强大这么多 为什么她能轻易从空中发起攻击 无论是工匠 炼金师还是财富 我都是她的几百倍 只有一个解释 地狱的魔鬼才帮助她 两声爆炸 在宫殿下方响起 窗户玻璃被震得哗啦作响 断断续续的厮杀声隐约传来 那是卫队最后的尝试了 不 我还不能死 就此自杀的话 岂不是便宜了队房 该下地狱的应该是我的弟弟才对 我们先进密党 陛下 奥斯本松了口气 背起提费客 招呼守在门口的轻卫队员 一起朝壁炉走去 这条密道既有火闸又有死门 一旦放下死门 入口就会被彻底堵住 永远无法进入 弟弟到处都欠有神罚之石 而且还暗藏机关 加上差到错综复杂 提费客也没有全部探明过 大概从修建这座王宫起 密道的地下部分就已悉数完成 六人行至一间较大的休息室 新王叫停了队伍 让众人在此稍作歇息 同时等待出逃的时机 现在仍是白天 密道的出口虽然有好几个 最长的那条甚至可以直通城外 但现在贸然行动 仍然有很大的风险 毕竟 对方拥有可以背负火药上天的女巫 这一点让她记忆犹新 最稳妥的做法 是等到夜深人静时再行动 此处被神石覆盖 就算是女巫也无法潜入 既然要等到深夜出发 您先躺在这里小睡一会儿吧 御前侍尾 从一边的柜子里 翻出一叠毛毯扑在地上 提费客躺在毯子上 略显潮湿的霉味让她眉头紧簇 紧张不安和茫然失措两种情绪 轮流冲击着她的脑海 怎样都难以入眠 接下来要去哪里好 北地还是东京 两边都有支持她的贵族 公爵也是她新任免的封臣 但他们知道王都陷落后 还会不会一如既往地遵从她 仍是个问题 要么 教会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后 便在提费客的头脑中疯涨起来 那些大贵族本身就是枪头草 即使她的弟弟与女巫搅合在一起 他们面对威胁时 仍会选择妥协 就像长歌要塞的那帮家伙一样 但教会 至少明面上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女巫 更别提 豢养大量女巫的贵族了 尽管这群神棍自大有迟短 可总不会坐视魔鬼 势力在灰宝王国上肆意蔓延吧 如果教会能为我实现复仇的愿望 就算把父亲的王国给他们又如何 只要 只要能亲手将罗兰温不顿送上断头台 再把那群该死的女巫一个个折磨至死 不然根本咽不下这口气 在火把昏暗的光线中 提费客做出了决定 估摸着等到午夜之后 一行人直接从最长的那条通道逃出了王渡 可还没走出半里路 周围的田野里忽然亮起了百余之火光 陛下 快跑 奥斯本的话只说到一半便戛然而止 这时候 任何言辞都显得多余 对方显然早有准备 在此地埋伏成了一个绝佳的包围圈 无论前后左右 都被人堵住了去向 提费客以时间心如死灰 他已无路可逃 第497集 清算 陛下 通往王宫的道路已经扫清 这座城市是您的了 战斗 从昨天一直持续到今天清晨 攻破城门后 第一军仅用了两个时辰 便完成了两个主要作战目标 夺取内城王宫和东区大教堂 接下来便是肃清敌军 将提费客的反抗力量彻底扑灭 罗兰望向四周 发现大家脸上都有着同样兴奋的神情 无论是第一军将士还是女巫 高昂的情绪都快要溢出来一般 如果不是自己还未表态 他们恐怕早已欢呼起来 提费客被推翻后 哪怕不进行登基大典 罗兰在他们心中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灰宝之王 不过他的心情却出乎意料的平静 这座代表了灰宝中心的宏伟都城 并不能引起他的共鸣 他也没有重归故土的感觉 在罗兰眼里 这仅仅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已 发展优先度 尚不及长歌要塞 唯一的意义是 征王令这场闹剧终于画上了句号 他也能够安心运营自己的地盘了 当然 胜利终究是胜利 特别是一场如此酣畅淋漓的大胜 相信王都一主的消息 很快就会传遍王国各地 他的威望和名气都将登上一个新台阶 这对于接下来的招揽人才和推进改革都大有好处 至此 筹备了四个多月的春季公事 计划已经完成了大半 现在只剩下南方了 罗兰不由自主将视线投向了坠龙岭的方向 以及更远的极南境 那儿才是他真正需要拿下的地方 我们进城 是 毕将 铁府恭敬地站起身 朝早就期待不已的留守士兵下令 两路纵队 保护好你们的新国王 出发 王皇陛下碎 在第一军的欢呼呐喊声中 罗兰走下军舰 向王公进发 穿过城门 街道上冷冷清清 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 地面仍留有大战过后的痕迹 越是靠近王公方向 就是如此 内城区里 到处都能看见破损的房屋 为清理干净的路障 残枝断壁和斑斑血迹 毫无疑问 夺取王公的过程虽然短暂 但仍是第一军成立后所经历的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 望着街道两旁的残垣断壁 罗兰不由感到有些心疼 具体伤亡人数目前仍未统计出来 不过运送到后方的第一军将尸尸体 现已超过二十位 这还是在纳纳瓦及时抢救下的结果 如果没有小姑娘的帮助 这个数目 至少还要翻上三倍不止 踏入王宫去 驻守于此的士兵们 纷纷单膝下跪 通往宫殿的路上 整整齐齐跪满了两排 这在军里已经普及的第一军中十分少见 罗兰没有出言阻止 从他们振奋的表情中就可以看出 这些人此刻 不是以军队的意愿来迎接自己 而是以挥宝子民的身份 向新国王致敬 穿过绿意盎然的庭院 记忆里的景象 瞬间与周围的一切重合起来 三座青石建筑围绕流水庭院 呈三角状布置 构成了温不顿家族 世世代代居住的领地 左边 是用于召开宴会或举行典礼的苍穹殿堂 不过如今 已被一枚航弹摧毁 只剩下数十根朝天耸立的粗壮石柱 右边 是市政大厅和藏书馆 目前已被第一军看管起来 而中间 则是最为宏伟的双塔圣殿 它的结构 类似于后世的高层建筑 底部是椭圆形的三层裙楼 面积比边陲镇城堡区还大 裙楼两侧 各有一座凸起的高塔 一座塔顶 砌柱成王冠造型 另一座 则是后冠模样 象征着 灰宝王室 至高无上的权威 而双塔中央 则斜拉着两根交叉的铁锁 以代表家徽上的双枪图案 无论从造型 还是设计理念来看 都是一个足以流传百事的杰出作品 按照脑海中那些片段的指引 罗兰一步步登上 百余级的弧形阶梯 走进圣殿 这种体验十分奇妙 明明是第一次来到此地 却认得每一间房屋 和每一条过道 大殿之中 除开持枪镇守的士兵外 还有一群惶恐不安的贵族 见到罗兰出现 众人纷纷跪下 齐声恭迎他的到来 恭迎国王陛下 都起来吧 罗兰毫不客气地坐上王座 俯视众人 在这些贵族里 他看到了好几位熟悉的身影 例如财务大臣劳伦木尔 外交大臣布林特费林 法务大臣派劳 情报总管马歇尔 御前首相威克侯爵等等 这些人都是为温不顿 三世效力过的朝臣 有些人的家世 甚至可以追溯到 温不顿家族成立之初 当提费科温不顿继位后 这些人全部投靠了新王 现在他们显然也打算 按照惯例那样 转而为自己效忠 可惜 罗兰并不需要他们 这不是一场庭议 而是一场审判 提费科温不顿 涉嫌谋害歌龙大王子 谋反叛乱 以及勾结教会 现在已遭到拘禁 等待他的必然是严惩 很快 他的罪名将会传遍全城 乃至王国大帝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些罪行都无可宽恕 我曾劝阻过他 但毫无作用 您推翻了压在 灰宝头上的阴云 陛下 是的 陛下 是吗 那他犯下这些弥天大罪时 你们是在袖手旁观 还是在助纣为虐呢 不要告诉我 你们仅仅是动动嘴 就算完了 这 您有所不知 提匪科执掌王位后 提拔了大批亲信 例如兰丽 斯卡尔 和摩里斯爵士等人 无论是调遣骑士团 还是强征部队 都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 是啊 殿下 请您明鉴 他把歌龙殿下 送上断头台室 甚至绕过了审判庭 执行者也是骑士团的人 我根本无法阻止他 所以这一年来发生的事情 都跟你们毫无关系 对吧 罗兰心中对这些大臣的评价 又下降了几分 与其说是为国王效力的助手 倒不如说 是各自打着算盘的利益群体 是依附于王室之上的毒瘤 也许在徽宝地界之初 贵族大臣确实是国王的得力助手 但几百年下来 他们已经完全僵化堕落了 既然如此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游游戏 一个名为 我问你答的审判游戏 一共识到 说谎及淘汰 记住 你们的机会 只有一次 第四百九十八集 游戏 陛下 我不太明白 淘汰是指什么 绞刑架 矿山劳役 伐墨家产 驱逐出境 游戏规则符合王室律法 非常公正 不 我为你父亲效力过 你不可以 我现在是你的国王陛下 所以当然可以 别慌张 如果十道问题都通过的话 还能获得晋升和奖励呢 有输有赢才有意思 不是吗 我 不能接受 这太儿戏了 您说的那些惩罚 必须由审判庭 作出裁决 陛下 我 我感到身体有些不适 请容我 先行告退 派劳转过身 想要离开殿堂 却发现大门已经被关上 两名士兵面无表情地站在出口处 一点没有退让的意思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派劳先生 如果你坚持要走 淘汰的方式就要多加一种了 比如 被击毙 贵族们瞪大了眼睛 不由自主地退后了两步 而两旁的士兵 则举起了枪支 警惕地打量着这伙人的动作 那么现在 游戏开始 第一个问题 强征各地难民 逼迫他们进攻西境之事 你们有没有参与其中 就你先开始吧 御前首相先生 我的确遵从过提废科的旨意 从东境和南境招募难民 但您说的后半句 我并不知情 罗兰赶到右肩 被轻轻掐了一下 很遗憾 我告诉过你 机会只有一次 把他压下去 这座大殿底下就有监牢 陛下 我说的是真的 然而你我都知道 就连这句也是一个谎言 罗兰毫不理会 御前首相的申诉 目视着他被拖下殿堂 如果你们稍微聪明点的话 就不要选择说谎 那样对你们毫无益处 我能够分辨谎言 所有人都带立在原地 一时没人敢开口 如果没人主动回答的话 那我就点名好了 派劳先生 你呢 正如罗兰心中所想 这一场审判 他必须得快刀斩乱马 般处理完这边的贵族 才有精力去处理 坠龙岭以南的事情 他本人不可能 在此地停留太久 最终 还是得由市政厅培养的人才 来管理这边的事宜 而接管城市的阻力 一个来自于当地贵族 另一个则是黑街帮派 受限于投入力量有限 他不可能做到 像对长歌要塞那般彻底疏离 所以 与传统势力 仍需要一定的合作 这场审判的目的 就是快速铲除那些 和提匪科勾结太深 并且身上负有大罪的贵族 留下背景干净的小贵族 作为合作对象 以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转 至于黑街那边 则可以交给塔萨 去协调秩序 毕竟 他当初决定发起 春季攻势的目的 就是担心提匪科 大肆征兆人民 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消耗战上 如果推翻提匪科 就抽身离开 城市肯定会在短时间内 陷入混乱 那他跟伟王 也没什么区别了 经过一年的闷头发展 罗兰手头的力量 比起最初已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 尽管不打算把王都 当成重点城市全力发展 也无需像要塞那样 完全交给他人去代理 无论是贵族阶级 还是教会 他都有了登台仙桌的资格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有谁欺压迫害过人民 女巫也包括在内 九个问题下来 殿堂中五十多名贵族 现在只剩下了十人不到 这个淘汰率并不奇怪 因为能在市政厅任职的 本身就已被提废科 先行筛选过一遍了 觉得他得位不正 温布顿三世死因存疑的人 都被他踢除了王宫 还有七人 居然没参与过 他谋划的那些阴谋 同时和教会没有瓜葛的 已经很令罗兰惊讶了 陛下我有错 我曾命令手下 凹打过一位平民 他把脚上的泥巴 蹭到了我的裤子上 我一时没忍住 但只是揍了一顿而已 并没有杀死他 我偷偷占有过一个 商户老板的女儿 但是是他先供应我的 管家趁我出去打猎 和我妻子上了床 我没通过审判庭裁决 而是直接砍断了 他的那个家伙 不过陛下 管家应该不算在那吧 余下的贵族 五花八门的回答 让罗兰费尽力气 才看看憋住笑意 若是平时 这些事情根本算不上罪行 甚至连犯错都不是 但现在他们很明显 慌了神 生怕隐瞒这些问题 也被当做自己撒谎 以至于全部倾斜出来 等到对方说完 罗兰清了清喉咙 没有其他的了 没有了 等到的是左肩船来轻轻一掐 恭喜各位 你们通过了游戏 这句话 让抢答的众人明显松了口气 我开始说过 有讲有罚才有意思 放心 我做出的承诺一向有效 特别是在市政厅空出 这么多位子的情况下 不过在此之前 我稍微有些在意 罗兰望向站在人群末尾的两人 他们除了回答没有了之外 没有再多说过一句话 换句话说 这两人自认没有触犯过任何一条律法 而且夜莺也证实了他们的判断 你们叫什么名字 在市政厅担任何职 阿尔瓦泰伯 陛下 我负责同星象有关的事宜 布兰奇奥兰多 担任礼仪官一职 原来如此 这种职务大概想做点坏事都难 两人也算是市政厅贵族里唯一一股清流了 你们可以先离开王宫了 等我整顿完家族秩序 会再通知你们过来的 你们很快就会见识到 我的执掌方式和父亲 提废科都不相同 别忘了你们能通过游戏的原因 好好保持下去 这样的游戏不会只有一次 等贵族唯唯诺诺地退下去后 罗兰也离开了殿堂 带着夜莺朝地下室走去 是时候去见一见我那位亲哥哥了 第四百九十九集 王之路 王宫的地牢 曾是四王子小时候的噩梦 顺着时劫而下 这种感觉就不由自主地涌进了罗兰的心头 翻开记忆 他很快找到了聚意的来源 十二岁那年 提废科拉着四王子和歌龙加西亚一起 探索殿堂地下室 而一直想融入他们圈子的四王子 自然求之不得 却没想到 提废科从侍卫那偷来了钥匙 将四王子关进监牢 然后三人哄笑着离开了 在漆黑无光的房间里 四王子害怕得牙关发颤 甚至不敢大声喊出来 因为殿堂里偶尔能听到凄厉的哭嚎声 侍卫说那是弟弟的鬼魂在作祟 他害怕哭喊声 会把这些不死者招引过来 最后只得缩卷在墙根一角 把头埋进膝盖里滴声臭气 到隔天早晨 三人来看笑话时 他的鼻涕已经糊了一脸 从那时起 四王子就再也不敢靠近 王宫地下室一步 现在的罗兰自然明白 所谓的鬼魂哭嚎 不过是拷问犯人时的惨叫 只是有资格被关进王宫的犯人 少之又少 所以才会偶尔听到 走到地下室最底层 罗兰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 见到了提废科问布敦 这儿 也是当年四王子 埋头闷哭了一夜的地方 比外内城区的监牢 这里的环境 其实还算不错 至少不会四处渗水 老鼠和蟑螂满地流窜 空气中充斥着潮湿和腥臭 讽刺的是 如今两人的位置 已交换过来 听到响动 靠坐在墙边的提废科 睁开眼睛 和罗兰视线交错在一起 他便是四王子 最为畏惧的哥哥 其模样和记忆中的形象 相差无几 灰色的短卷发与眼睛 象征着温布顿家族的血统 鼻子和脸颊轮廓 继承了父亲的特征 看起来棱角分明 颇为英俊 只是那双细长的眼睛 破坏了整体的感觉 在摇曳不定的火把光线下 更是显得有些阴森 若是以前 四王子甚至不敢同二哥对视 但对于罗兰而言 他仅仅是个被拔除了 爪牙的陌生人 两人沉默着相识许久 牢房里一时间只剩下 火把发出的琵琶声 提费科脸上 多了一抹掩盖不住的憔悴 尽管他仍想摆出 以前那股气势来压倒自己 不过一切都是徒劳之举 强硬的神色 渐渐从他眼中消散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 你到底是谁 提费科终于忍耐不住 开口打破了寂静 干涩的声音在地下室中回响 里面夹杂的情绪也清晰可变 他在害怕 至于对方会问出这个问题 罗兰并不感到奇怪 相比交流甚少的提力 提费科更加了解四王子 毕竟后者恶劣善变的性格 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就是二王子亲手造成的 我是罗兰温不顿 你不记得我了吗 你不是 他不可能这样看着我 他根本不敢直面我 我知道了 你是真正的魔鬼 不是他被魔鬼引诱了 而是魔鬼化身成了他的样子 想来窃取这个王国 那又如何 你觉得自己能比魔鬼好上多少 谋杀亲生父亲 把阴谋推给亲兄弟 然后处死了他 为了保住窃取来的王位 不仅与父亲最为厌恶的教会势力勾结 强征无辜的人民去攻打三王女的领地 就连最软弱无能的四王子 你都没有放过 短短一年时间 王国境内一片迷乱 数座城市毁于战火 难民随处可见 只怕连魔鬼都做不到这一点 不 父亲不是我杀的 他是自杀的 跟你一样 他被魔鬼控制了 自杀 我没说话 他就和往常一样躺在床上 围绕着 用一把匕首杀死了自己 不是女巫 他当时带着神法之时 该死的 一切都毫无征兆 我根本没法阻止他 罗兰望向身后的夜莺 他轻轻点了点头 附魔性女巫 能力一旦施展完成 即可不受神识的影响 如果是普通的女巫组织 几乎没可能靠近国王身边 而同样拥有纯洁者的教诲 近距离接受的机会 则不难获得 罗兰很快联想起了半年前的那场难民疏散之战 一名女巫混入营地中自杀温迪等人 其能力正是改变外形 如果把两者放在一起看的话 答案简直呼之欲出 若真是教会暗中主导了这一切 那么征王令这种纯属制造纷争和动乱的旨意 也能说得通了 不过这一切 仍需要得到证实 罗兰相信自己会从王都大教堂的大祭司口中 找到真相 这也不是你谋害戈龙 把战火扩大到王国全境的理由 特别是与教会勾结 利用狂话丸来制造杀戮 你有没有想过 究竟有多少人会为此丧命 就算我不用 加西亚难道不会用吗 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封我为王 我又怎么会下次狠手 而且这些跟魔鬼有什么关系 你到底想怎样对我 陈述罪行 判决 然后上断头台 就和戈龙一样 只不过你的罪行 是证据确凿 罪不容诛 不 你不能杀我 我会永远不能站到台前 神明的力量会摧毁你 你想要得到回宝王国 就必须要依靠我的帮助 神明 你是指教会吗 你并不了解他们 教会暗藏的实力深不可测 父亲留下的笔记中 记载了一些难以置信的传闻 这也是他 始终无法下定决心驱逐教会实力的原因 要完只是他们的手段之一 你的身份只要暴露 很快就会万劫不复 并不是这样 提菲和温布顿 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 也知道将来的路会是怎样 这条路过于艰险 而你无法带领人民通过他的考验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你的命运必须在此终结 不过放心 你前往地狱的旅途不会孤单 有许多人将和你同往 安心地去吧 罗兰站起身 不再理会二王子的呼喊 朝监牢外走去 第五百集 复仇之花 当希尔福克斯 走进宫殿地下室时 感到自己的心都在颤抖 不是畏惧 而是兴奋 难以抑制的兴奋 火把鸣灭不定的光辉 是在为他起舞 而踩在石板地上的回响 则是在向他赞颂 他从来没有觉得 昏暗静谧的地下室 能如此的美妙 到达底层后 塔萨再次把他全身上下搜索了一遍 随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去吧 不要待太久 是 希尔点了点头 迫不及待地走向黑暗 穿过一节漆黑的走道 快到牢笼边时 他反而放慢了脚步 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刻 他想要好好品尝其中的滋味 然后 他看到了杀害自己妻子的凶手 伪王 提匪科温不顿 刹那间 希尔捂住了嘴巴 双眼热泪盈眶 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白费 而且结果 比他想象的来得更早 若他能看到这一幕 你应该也会绽放硝烟吧 什么 人 师父 魔鬼 你改变主意了吗 希尔 希尔走出阴影 一步步躲到龙边 提匪科微微一正 随后露出警惕的神色 往后挪了两步 你是谁 谁放你进来的 罗浪们不对的 我要见他 这便是平日里高高在上的王吗 希尔只在登基大典上 远远见过提匪科的模样 那时候 他身穿飞红色的衣袍 手持黄金权杖 头戴璀璨华贵的冠冕 在王都骑士团的簇拥下 一步步登上高台 接受加冕 希尔也曾抱有过期待 希望他是一名好国王 能让大家过上安稳的日子 但随后而来的全程搜捕 让杂技团和家庭四分五裂 一切对未来的憧憬 都化为了泡沫 而现在 他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滋味 和画本故事里所描述的 苦辣参半不同 既没有对仇人的怜悯 也没有成功后的空虚 他只感到了甘甜和喜悦 干涸已久的心头再度被滋忍 意外的 他发现自己竟然还挺喜欢这种感受 我是希尔福克斯陛下 鸽子与礼貌杂技团的成员 您不可能认识我 但我认识您 提匪科冷着脸 一语不发 杂技团原本有七名成员 不过因为您的缘故 我们失去了一名伙伴 剩下的六人从此不再专注于表演 而是混迹于老鼠与酒馆之中 打听任何关于您的动向 再把消息整理 分析之后寄送给罗兰大人 顺带一提 您研制血粉的计划 以及强征民兵进犯西境 都是我们发出去的情报 另外 交去两座消失场的突然关门转移 也是我做的 你想说什么 一个为自己所作所为 沾沾自喜的内贼 一个背叛了他的君王 靠出卖荣誉换取利益的叛徒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鸽子礼貌杂戏团 收起你的那套把戏吧 建立 利益 叛徒 不 陛下 我只是遵从于我的内心 那名伙伴是我的妻子 他允命于您的女巫搜捕行动之中 就在监牢里 他遭受折磨与侮辱 而凶手最终的惩罚 不过是二十五枚银狼 提费科的眼神闪烁起来 你想起来了 事后市政厅 虽然补发了三枚金龙作为补偿 可那有什么用 我的妻子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她不是女巫 却因为您而亡死 过了好一阵子 提费科才开口 那不是我做的 这种软弱的回答 就像是蜜糖一般甜美 如果换作平食 得到的恐怕只是 不屑一顾的冷笑 和那又如何 当时执行抓捕命令的是兰丽 您的心腹部下 即使刚心其实都拿她无可奈何 我只想要一个公正的判决 可审判庭和市政厅 都回绝了我的申诉 这无疑是您在背后主导行动的缘故 不够了 贱民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如果抓捕女巫行动 只是误杀了你的妻子 你的所作所为则是葬送了整个徽宝 罗兰大人 蠢货 罗兰文武顿早就死了 你的主子是真正的魔鬼 而你却为了一个女人 决定为魔鬼效力 是吗 当我祈求神明却没有得到回应之时 我就已经立下过誓言 只要能够实现复仇 就算是魔鬼 我也愿意追随她前往地狱 再见了 陛下 能为您的覆灭天上一把柴火 我深感荣幸 走到地下室入口处 塔萨朝她点了点下巴 满足了 是的大人 请带我去见罗兰陛下 登上宫殿三层 汐儿终于见到了这半年来 自己为之效力的对象 比起提费科 罗兰文武顿的神情 要平易近人的多 虽然有着同样的灰发灰童 可并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 高傲气质 他甚至 不像是一名王室贵族 这些日子潜伏在王都 真是辛苦你了 多亏了你们的情报 我才能做好万全的准备 以最小的代价拿下王都 不 这只是我应该做的 当然 我知道你是为了复仇 提费科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判决 你的目的已经实现 今后可以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但我希望在此之余 你仍能继续为我工作 想要让城市恢复稳定 甚至是重归往昔的繁华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老鼠需要被控制 那些不安分的贵族 也要有人盯着 光靠塔萨一个人可忙不过来 你觉得怎么样 你和你的杂技团 都可以得到一份隐秘 而正式的工作 为我保护这座城市的人民 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我愿意陛下 您就算不这么说 我也会追随您到天涯海角 您兑现了之前的承诺 现在轮到我了 希尔福克斯余下的一生 都将属于您 复仇之话 终于结出了他最美味的果实